我們這邊是台大園民中心 這是我們這個學期的第一場演講 這個學期我們有兩個系列的 我們有兩個主題的活動 一個主題是知識原住民 另外一個主題是原住民的國際接觸 那這個兩個主題之間有沒有什麼關聯呢 它其實有一個關聯 就是人的空間的關係的變化 一個是好像是從原鄉離開到了城市 另外一個角度是從城市 或者直接從原鄉離開原鄉 它到了外面的其他的國家 可是這個年代交通很方便 通訊很方便 所以離開一個空間不表示 你跟前面一個空間是斷絕 所以我們可能有同時多重的好幾個關係 好幾個地點我們都可以維持一種關係 所以我們人可以建立這樣的一個多地點 一種社會網絡 或者一種倫理上的一種 一種說牽絆也可以 說關係也可以 所以可能不只是我們可能曾經想過 或者是浪漫或者是悲情 它可能都會有一點點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有兩位講者 兩位講者的國際經驗都非常豐富 那我們現在就先前第一位是耶達 等一下 馬勒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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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意思還要背退不下來 因為每次都只叫耶達 就會忘記後面那個姓 我耶達是牡丹香這邊 而且是一個大梅 叫做大梅 大梅的台灣有什麼叫 Skoda 好 他講了 Skoda 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 你們如果開車走四重新的一條路 199 199 199 會要很仔細的看 不會錯誤 它沒這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那耶達的經歷非常豐富 那他最近的歷練的話 包括他在萊登的歷史系 唸了一個壽事玄位 那他另外也在園民會做過 轉眼的工作 目前 我不知道什麼目前 目前我已經離開了 在研究中心 OK 在語言 耶穌民主語言語言 也就中心 好像要回去再去萊登念國式 他已經在念 我心裡應該要進行回去 所以耶達的 這條跟國際連結的路 走的時間其實很長 也幾乎有 還不到十年快了 然後角色 他有部落格 大家可能看過 他的角色不一樣 有的在公部門 有的是民間團體 然後在公部門裡面 也有不同的角色 所以他有 他一直有 想法一直在改變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那我要引一下他 我用我Tony的話 他部落格說的 台灣 台灣原民國際事務 中間我刪掉幾個字 是一種樂於與不同族群交流分享的心境 是一種心境 也是一種觀點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角度 那我們如果回想一下 他今天給我們的題目 這個題目是 把家安頓在遠行中 我與以跨越為主軸的原住民國機關 把家安頓在遠行中 這是非常挑戰的一個概念 我們就把家跟行 就是Childling和Drawling 這兩個完全融合在一起 那這這樣子 我們怎麼實際上在生活中 對於這樣的一種做法是很安然的 怎麼樣可以做得到 那另外因為我們 我們是原民終界的這個神聖 我們的標題用的是 原民觀點的國際關係 所以我們還是要會回來 也許不在你目前準備的講稿裡面 我們最後還是會希望 也許你能有一點時間幫我回來看 那這跟原住民的關係 因為你的Traveling and Drawing 把家安頓在遠行中 是我每個人的挑戰 那原住民在這裡面 有一個什麼樣特別的挑戰 或者一個特別的可能性 這是最後的 因為我好像在面試喔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節目非常的棒 這個節目非常棒 充滿了可能性 那我們就歡迎 那大家好 謝謝老師幫我介紹 謝謝老師都已經講了我的 大概我的幻聖片的第一頁吧 對 就是我今天是謝謝老師邀請 然後也謝謝中興邀請 他們希望我分享自己過去的經驗 然後也許可以刺激大家的想像力 然後可能是大家也許可能能夠出過交流 不知道在座有多少援助理 所以 幫我分享我 謝謝 所以我今天其實我心裡面設想的對象都是有助理的學生 而且是就是 所以我可能有時候講的會比較親切一點 可能可能就大家盡量一下 那我今天老師剛才有聽到說原民中心社的主持是 破浪主夢 應該說是破浪主夢 原住民觀點國際關係 跟我想要講的國際關係 我要先跟大家就是誠實講 我其實談國際關係這件事情 比較心虛 而且我會一直 我就蠻不安的 為什麼 因為我的求學經歷跟國際關係比較沒有關係 我在台灣大學 大學 不是台灣什麼 所以我現在非常發音不高整 台灣大學我唸外文系 然後第一個研究所 英美文學研究所 研究十六世紀的英文世界翻譯 然後後來我們去到荷蘭去唸了歷史 所以這三個主集都跟國際關係沒有太大的實現 那我只有上一陣子的外交人員特考 讀過一些東西 然後那個時候特別是 我家路沒有下一面 是沒有行情等 還有一些某個智庫 出版人的horing affairs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完全沒有任何執行 所以我們實際上很清楚 那再來就是 不是有國際事務的執行經驗 其實從2005年到2015年齁 是十年 十年的經驗 然後 中間我做過陣子的國際事務專業 是在原住民主委委員會 大概就做了兩貫 加起來前後是 我仔細算了一下 是兩年又十一個月 所以不太算多 再加上我去年四月份 就已經主動離開了國際事務科 我想要回到研究的行業 我現在加入的是 原住民主委員研究中心 我們主要是做原住民主委員研究 所以以上的這幾個總結的原因 讓我 讓我覺得我不太能夠談國際關於 然後但是就是 老師也引用的那句話是 我自己後來自己在煩惱的時候 替自己進套的一句話 就是老師你說的 成績有一度啦 我自己現在竟然忘記了 我就我認為那個時候 我在2013年的時候 我自己的小老師 他不是單止特定的參與跟務事 因為國際關係一聽起來 我們就會自動連結到那種 國家政府部門跟組織之間的交流 那對我而言 我的聯合國 歐盟拿到我們節目談 就是這一類的 所以我以為我要來談這個 可是事實上國際關係 對原住民而言應該是要多元參與價值 在我那一篇的那個部落文章 我要呈現的就是這個核心價值 因為那個文章是關於另外一個演講的 那參加另外一個演講有三個人 Sivey我跟Joseph 我們都是投入不同的國際層面的活動 所以那個其實呈現出來就是多元參與 那多元參與它本身帶出來的事情 是國際書它不只是參與這件事情 是你做什麼 而是你心裡面相信那個觀點那個關懷 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其實是那個觀點那個關懷 那種價值觀它為什麼會驅使像我 像等一下的講言 或者是有一些組織 比如說BIMA 這個台灣人就是你的青年組織 或者是我們有一些部落大學 花蓮的部落大學 他們就很認真的做國際聯織 因為他們想要從我現在學到 去足以負責的經驗 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這個價值觀是怎麼在我的生命中產生的 然後它怎麼去世我去做 後來做了一些事情 那我的方式我不會 我沒有辦法去跟大家分析 國際關係現在其實是怎麼樣 中國崛起 威脅 我會做這個 我今天是跟大家分享我的生命 那我希望聽不到我個人的 在這個生命過程當中我跨越了什麼 然後我會提到我覺得 在我的跨越的這個實施性上面 用我的國際事務跟國際關係 然後最後的確那個家跟遠行 這樣錯誤的概念在我的裡面 我是只能讓它安對下來 然後可以繼續做我未來想做的事情 這就是我其實今天都要注意的事情 把這都幫我講了 謝謝老師 那我其實我的講稿寫了大概有一萬六千多的字 可是我練習了之後我發現 三四分鐘只能講八千多的字 八千五百的字 所以我可能要跳過我講稿裡面的第一部分 就是我的成長紀念 我的成長紀念線是一個 字緣比較曲線就是很窮啊 然後也不太快樂的家庭 然後在這樣的家庭之下 其實是沒有任何的點氣太小 你只要吃飽 你只要能夠生活就有自己夠了 所以我不太可能跟這個層面是有連結的 這樣的一個 歐老闆桑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奇怪 那這是我的第一段 然後我在那個第一段跨越的是 我自己的一個平衡的限制 那第二段我要審閱的 今天不談的 如果大家後面有細緒的話 是我的原住民硬是幾個崛起 大家看我 我是看我自己 那其實我看起來就是跟泰國不一樣 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去否認 我是不是原住民這件事情 他就是 我只要否認我不是菲律賓人 硬人的泰國人 大部分的時間我是在否認這個 那原住民這件事情 就有點非常自然 所以我也就不會說 我要替原住民做什麼 那個意思的崛起是在另外一段 生理詞 就是大學的時候 但是那樣的崛起 其實跟我後來的國際同學 是非常有關係的 只是我今天事件的關係 就覺得是很越來越來越 這個就沒有意思的崛起 我直接記錄到 我做國際事務的那段實驗的歷程 在這樣的十年歷程裡面 我是要跟大家講 是在雲泥會的大作 然後再來一次 我後來去荷蘭念歷史的經驗的 給我的一個啟發 我在雲泥會呢 是二進二出 就是去了一次兩次這樣 然後呢 大概時間點 就是我先講的 是大概不到三年 然後我這個二進二出 基本上都是被撈起 我剛才說 我是2005年開始做國際事務 2005年是透過爭選 去了夏威夷 2006年又再去爭選 所有的爭選就是政府 他會有一些交流的活動 他都會公開選說 哪些同學有興趣 你都來競爭 然後連選到裡面去 2005年去夏威夷 2006年去年 可是那兩次紀念之後 我就再也不參加國際事務 雖然我還是想做國際事務 那個是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是 你三大精選的話 其實你也需要解釋 你是不是為什麼是你 你的代表性 其實會被人家指引 怎麼是你這樣 然後我不太喜歡解釋 怎麼是你 因為可能是個性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 其實在2006年之後 因為之前兩次出國的經驗 有長官覺得說 這個小孩子還可以用 所以我大部分之後的經驗 都是被邀請 或者是被指定參加做的 那2007年我第一次進入園民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 大家知道的話 是那個中央政黨會裡面 處理的園民族事務的 你看我講那麼順直 因為我做這些事情太久了 那個主要的就是中央指導機關 然後它裡面呢 有一個國際事務科 我在2007年6月 第一次加入國際那個園民會的時候 那個時候還念國際事務科 那個時候是在 中科規劃處下面的 關卡工作做國際業務 那那個時候國際業務其實是相容很少 只是因為它的那個執掌裡面 有寫這樣的東西 它的主席 這張陳流行的時候 就不需要做 那是2008年5月的時候 成立這個國際事務科 所以主要的目的就是 要成立所謂的南島民族 給你看 叫大家對南島民族 國際事務科 國際事務科 那個時候主要的目的是 台灣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就是國際地位是蠻特殊的 如果你不在名稱上面做國際 不在身分上面做國際 你很難加入很多的國際組織 比如說你要叫中華寶寶 比如說你要當觀察員 不能當職 正式的成業這樣子 那那個時候的政府 2017年的政府就覺得說 既然參加不了別人的國際組織 那我們其實還是有些邦交的實力 我們就自己成立國際組織 自己當主人 這樣就沒有人幫我出去的嘛 就是沒有人讓我參加嘛對不對 那在那樣的反應之下 其實最有利的是南太平洋 南太平洋最多的是Nano民族 那Nano民族在台灣最大的原則就是 園民會和助理 所以讓園民會來主導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在我們進去的時候 就開始進行 我們2007年就寫了張誠 邀請各的南太平洋方交國 然後來做這些會議 然後8月1號的時候 就在台北英館成立大會 當時的總統也來 然後呢 同年12月我們飛到國內 因為那個問台灣的假設是說 他是各個方交國 各個台灣跟他的南太平洋 方交國的一個平台 那希望這個辦公室 設在南太平洋 這樣大家比較好聯絡 所以我們就飛到國內 去找那個辦公室 然後隔年的4月呢 也就是辦了成立大會 成立大會裡面 我們還請了各個邦交國的代表 代表理方也是論壇的執行成員 然後簽了合作了解備忘錄 我們都做到這個程度了 代表這個組織事實上 是已經要成立了 台灣第一個可以參加的 正式以成員身分的國際組織要產生了 可是2008年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政黨媒體 政黨媒體之後呢 那個很多事務的政策都改向了 連住民主委員會呢 國際事務改向的最大 第一個 他難倒民主任談就被停掉了 他其他的國際業務呢 也被大概擱置了 那我在那段時間2005年5月20號 換政策之後 到我2008年底那段時間 最常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跟我的前任科長 其實是首任科長 被叫到那個主任委員 主任秘書辦公室 主任秘書的辦公室的親切的交代 主任秘書就一直在挑戰我們說 會冒出國際事務 民主民需要國際事務嗎 民主民都吃過飽飯了 為什麼要出國 我們就一直被罵 一直被罵 一直被罵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 我2008年也都沒有續聘 也就沒有進出一個在 一個名課我就除老了 其實那個時候我已經心裡有抵達 就是我知道說 在公務門裡面執行國際事務 做國際交流這些事情 他會有他的限制 尤其是像我們這種 不是政治公務人員的 你的限制更大 你常常要走行 那我那個時候就會覺得說 我可能要找另外一本路 所以沒有續聘 沒有繼續做下去 因為就很開心 這樣子 然後 離開了國際事務 難道民主運談這件事情 我寫在這個 我的公務人員出的報告裡面 其實我昨天有查聯絡 不過我昨天有能量很大聲 所以我有點害怕 不知道可能大家怎麼去看過 這個就是在這篇裡面 大家可以 這些都是公務 這個是網上的解釋 他是公務出貨報告資訊 然後我寫了這麼多報告 然後我念這個2008年這一篇 他對我看到這件事情 好 2008年之後我就不開了 然後 中間就做了別的事情 待會再說 我再一次回去做 原住民國際事務是 2012年11月 那個時候其實我那個緣分是 也是結在我 在荷蘭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 2012年的2月份 當時候的主任人員是 是大算輸進去的 他帶國住民的鄉鎮長 去荷蘭拜訪 這個 這個這個考察也是 政府固定的 兩年會進的企劃 和地方的鄉鎮長 去旅館考察 然後學習紀念 然後荷蘭 什麼 用鄉鎮紀念 好 然後呢 他們去荷蘭呢 是由我安排的 那我那時候在荷蘭葉書 我把我的指導老師拖下學 我們帶這群鄉鎮長 我們去萊登大學 我們去海洋文獻館 我們去阿姆斯特丹的軍事國務館 跟南韓式國務館 也靠了我這個老師的關係 我們讓了這群 鄭長、鄉長、區長 那個完全沒有做過歷史研究的 海洋文獻館 特地拖勵 帶他們去那個 人家都不能去的那個文序修復石 去看一個老地圖 那個是一個台灣的老地圖 然後我就看到鄉鎮長 我會想說 啊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那個是什麼 好高興啊 不時拍不時拍 然後就有個鄉鎮長說 哎呦這個 我的家怎麼會在這裡 那個是一個很奇妙的感覺 那個在一個最不可能的地方 找到了你的家的位置 那也就是在那樣的一個旅程裡面 孫老師知道我當年到畢業 然後他就覺得他會需要我 再回來園移會幫忙 所以我2012年其實是8月畢業之後呢 我2012年16回來台灣 每隔兩個禮拜我就到台北上海 呃我第二次回到園移廣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2008年那個收政府轉向 所以不太支持國際事務 所以我2012年回去的時候 看見他的預算費 看見他的人員縮邊 他只有 他人力嚴重不止 只有一個政策員跟兩個行政助理 然後他還有一些政策的大方向 比如說南腦民主論壇就不再成立了 然後再來多了大陸事務 以前是不做大陸事務的 那現在是開始做很多的大陸交易 然後再來是我們那時候 最驚訝的發現是 我長期在推一個那個聯合國的議題 長期論壇的參與 那個時候其實也在內部被討論說 可不可以停掉 覺得好像沒有什麼效應的 這件事情其實我有寫在這個2013年 第12期的這個這個報告裡面 關於聯合國的參與 其實我想那個體會比我更熟 所以我就讓他講這一塊 那在我回來之後 在園民會的做法是 我繼續做我該做的 我出了堅持的就大陸事務 這個是個人藝術 然後呢 其他的我會說 我繼續辦難道民主國軍會議 雖然不能成立一個組織 是已經偽探的事情 但是我繼續辦難道民主國軍會議 也繼續跟來很多人交流 然後我也說服長官 應該繼續支持聯合國參與 有他的價值在 雖然他們會認為說 這個好像是價值他們看不到 所以我也會講到媒體的體制 然後我在第二次進去園民會的時候 是一直做到2014年的4月 自己主動民態加入援助 或者援助中心 我在這個站的工作裡面 我最主要要提 最主要提子一下援助 就是2013年 我在四個園住民作家 我看好我有報名 就在我上面看 跟那個孫大山老師去野心蘭交流 我們在這個 野心蘭的這個報道 裡面可以看到這個照片 這有看到嗎 這我不會因為我 我會不會讓他 這個膽子 你可不可以照片嗎 我讓我起來 至少要拿到群人 你不會喔 他就拿那個 那個好了 好 謝謝你 謝謝 不是 基本上在政府部門做的國際交流 他偏向的都是這個上面 那這個文學性的交流 其實是當時的主任委員 他後來離職了 他很想要做的 他覺得原住民的世界用文字來交易 所以用靈魂來交流 會 會是一個民族的 他最喜歡交流 我學的見過 我真的發現是民族的防禦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 來當自己的武器 做文學交流 這個計畫是我從頭 一個人自己的包辦到的 我帶他們過去 然後跟當地的作家出版社會面 然後參觀國務館 然後最重要的是 參加那個 就是每兩個一次的毛利文學獎 我們其實台灣原住民 有三海文學獎 你知道嗎 可能那個不是有這個 你會不知道 然後我們在那邊參觀這個文學獎的時候 有作家 因為這些作家都其實 因為文學獎的前輩也是裡面的評審 才會看到毛利的發展 你就會覺得滿感慨的 因為那樣的一個頒獎朋友 他們是在 有些來羅家博物館 特啪啪辦的 然後是在馬萊爾那個辦的 他四樓有一個比較現代化的馬萊 然後全程是用毛利文 然後呢 他的頒的獎項呢 是當然 原本人又有幾項目 然後他頒給毛利文寫作的 然後也頒給英語寫作的毛利文學 那最重要的是 那個頒獎人也是 得獎人的親友都在現場 事實上是他們是現場才宣布那裡的得獎 那你被刑吹目的時候呢 你的親友就會站起來歡呼 他會歡呼啊 然後會隱私啊 然後會唱那個毛利歌這樣 然後我看到一個年輕的媽媽 她得短篇小說的手獎 她的先生就抱著他們的音樂 從她的位置上站起來 然後唱到一個好浪漫的毛利的情歌給大家 然後她就哭了 這整個氣氛跟我們沙海文學獎 就不太一樣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差別 我們沙海文學獎是政府的前部 是辦的 那但是這個毛利的可說這樣 她基本上是毛利的出版商 她們能力自己指辦的 那這個毛利的出版商呢 她叫做 威爾 Publishers 她其實一開始 一開始 她其實一開始也是靠政府的標案起架 她曾經武西蘭政府的教材表案 然後慢慢的出教材的記之本之後 她就申請商業執照 然後申請商業執照 她就變成一個有商業執照的獨立出版商 她就開始出版 她想出版的英語創作的毛利創作的有學 因為這是她最重要的目標 所以她慢慢的在20年的時候 她有一個成長 她已經不再需要靠政府的標案姿勢 她因為有商業執照 慢慢的出版毛利文學 然後有自己來源 這些作家 我們出國看到這樣的景象 人家在文學長 扮得全不用服務 然後這麼感人 人家的毛利出版社 跟我們的山海雜誌社比 人家都已經獨立了 可以自己運作 我們山海雜誌社和戲部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這樣看到的時候 很多的老師都很感嘆 我想給大家看一篇那個 威爾 Publishers 他們在21週年的宣傳片 我們大概只看 不到一秒 她裡面主要會去解釋說 那個文學長名是哪個 然後你還會看到那個文學長名 是哪個 好 這裡更大 我剛剛說我要從幾秒開始 你幫我進嗎 50秒嗎 謝謝醫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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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好厲害喔 你們好厲害喔 你們去山上那個 看東西 你們好厲害喔 你們去山上那個 看東西 有 像是個一種類似的的, 怎麼可能最後一場的私人, studio是王先生的藝人會提供自己的體育才會有效果, 才會就有效果, 我們怎麼覺得那種可能的? 那個Pickey 徽雅的意思 徽雅是有些人毛利主 那個我們做作占骨鳥 民族有些主題都有叫那個 那個叫垂蜜 我那個時候去朝作這樣 然後Pickey是女毛的意思 他之所以叫這個文字 然後比如徽雅是因為鳥需要女毛才能飛 那民族需要文字那個靈魂才能飛 所以意思是這樣子 所以可能太常說的 從這個計劃延伸出來的 我們在那個地方跟他們的交流 從這個計劃延伸出來的其實是 我們發現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學 其實寫的東西也很好也很多 其實議題跟思考深度都不會比不外人差 可是人家沒有辦法接觸的事情 因為我們都是比較多用漢語的書寫 少數的作家是用俗語的書寫 當然那個思考更小 所以我們利用這一次的 這個2015年這個機會 我們在2014年之後就做了一件事情 從一個文學交流回來之後 2014年呢 我們組了一個團隊 一個翻譯的團隊 然後這個翻譯的團隊呢 就是這些人 裡面有孫大謙老師 他們其實這些老人都不做事的啦 他們只有明顯人在做事 然後呢 然後呢我們翻譯 原住民國家的詩、傘、龍跟小說 然後把他們整個選擇 在2015年的書展 就是發表、出版這樣 然後也在那個書展裡面 辦了幾場原住民 台灣原住民跟西蘭苗栗手帶的交流 你們有去嗎? 你們在家書展嗎? 有看到交流嗎? 有沒有 對 然後其實我還蠻感動的是 因為我們2013年 特別去辦我們一個 武器版書版社會的 集會長 他幫忙讓我們促成這個計畫 他就跟我 他那個時候我跟我說 不太可能耶 你們應該做不到吧 他這次也有來 他看到我們的 你們選擇出來了 他看到我們的交流場次了 他就好奇妙 他說你居然辦到你 對啊 為什麼我們會辦不到 我們是辦到的 我們做到一些事情 那這樣的一個選擇 像那個選擇其實 他就建議我們說 因為我們已經翻譯了 我們也已經出版了 就是要找代理商去賣 然後在國外也有一些人 已經跟我洽詢這套選擇 其實哪裡出版了 然後我也建議委員會說 他們應該除了把這套選擇 送給國內的單位之外 也要送給國外的單位 就像SoS 在國外的單位之外 至少去推廣 拿住你們的文學 所以這個是我們 從那個國際交流裡面 得出來的一個結果 國際交流裡面得到靈感 然後做出來的事情 好 這就是我第二次回 圓民會的時候 我最想跟大家分享 一件事情 但是我後來還是 基本上就是 原因還是 原因還是 就是 不外語 我之前提到的 我略在公務次端做協助裡面 就是 我是必須要和我們一起 那 你如果有你的角色 可以選擇 你應該去選擇 那我會去選擇 所以我在二經二書 選擇中間 我其實就是去做了一個 我轉型的一個事情 就是我去念歷史的 學識跟碩士 在那個三年 我在 以荷蘭 我學 荷蘭文 現在荷蘭文 我學歷史研究方法 因為我一開始是做文學的 跟歷史學其實還是不太一樣 然後我念文獻 然後我寫十七世紀的 原住民的故事 我這樣的求學經歷 是在我這篇裡面有寫 我自己的夢的 是覺得說 我可不可以在這樣的歷史研究裡面 自己原住民找到我的出口 因為我在現實生活 做國際事務 覺得原住民會被防守還假 他會被國際政治給限制 他會被國內的單位 他會用本位主義的想法來建立 那我在歷史研究裡面 是之後 有一個更好的基礎 更強的歷史 那外國人 這是我的老師 他說的荷蘭文 他是 他從那一角度來看我的歷史 我覺得 我就不解釋 好 我要再跟大家分享一次 我在這個學歷史的過程當中 是影響我的一些 對原住民歷史主理性建立的一些歷史 在荷蘭里 荷蘭里 荷蘭里是我做了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 你會發現說 在歐洲 大家其實不太聽過你 我曾經 我的第一年成績算是很好 我是Kumlau畢業的 Kumlau 你們聽過嗎? Kumlau就是Wed Honours 就是那個 優等生 然後呢 學校就邀請我參加這個 只有優等生 可以參加的海洋史的原理講座 叫做Poreal Your Honours College 我就去參加了 我是班上唯一的女生 但是不是唯一的亞洲人 除了我以外 還有一個克力病人 跟兩個大物理 好 然後在那個班上裡面呢 我們聽到的是 全世界各國的海洋史專家 在談海洋的事情 然後我每次都會問說 他太平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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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只講大信仰 可以跟你平養就沒有了 然後老師當然這個也很厲害 其實有一個老師跟我說 學術到後來 其實最厲害的就是什麼 你知道怎麼處理 你知道的事情 老師就說 然後那不是我的專業嗎 那不是我的專業的 所以我在課堂結束之後呢 是被寫為一個當年的論文的總編輯 然後我在編輯裡面 我就說 你不講太平養 我就寫太平養 所以我在這一篇裡面 其實我寫的是 夏曼蘭波埃 夏曼蘭波埃 是我們打務局的作家 他號稱 我每次跟他出去 這是我們那時候畢業照 你看我這個也有什麼型 他就號稱他是華語 是文學世界裡面唯一的海型作家 我就寫他 因為他是跟太平養 非常緊密連結的一個作家 然後我寫的也不是十幾年 我寫的是這個作家 他心裡面的海 這個選舉出來之後 我的老師說 其實我裡面的文章 我的文章就放了 因為那就是一個全新的戲 也是不一樣的戲 我說當然啊 你都不長太平養 所以這也是新的東西 你才會覺得很新鮮 第二件事情我做的是 萊登大學很有名的 其實是那個漢學院的女友 他的漢學院有一個學生學報 叫做台灣人的原住民 而且他叫 是有個性的報紙的意思 呃 我其實那個時候呢 講一點思議的 我那個時候是認識那個 學報的總研究 其實是我的 格蘭男朋友 那個時候 然後呢 他就說 喔 他就說 喔你是原住民喔 因為他其實是 他中文很好 他很喜歡中文文化 台語文化 他說沒有聽過原住民 我上次都沒有學過原住民 然後我在閱讀的教材裡面 沒有原住民 他就邀請我寫 可是我開始寫的時候 我已經分手了 我已經我就寫了兩年了 我第二年的故事 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我第二年的故事 其實寫的是 我第二年的故事寫叫做 1661英文求生集 這個是我第一年 是寫不知道台灣人的住民 寫四篇 主要是記得介紹台灣人的住民的狀況 用那個戲劇的方式 就是那個劇本 然後第二個是 1661福島求生集 我要說的是這個 葡萄求生集 是1661年 那個時候正成功從大陸這樣過來 我寫清潘 然後有一群不在熱蘭澤省的德蘭人 他們在南部 然後他們沒有辦法回合熱蘭澤市 因為這群他們軍隊已經包圍了 他們就跨那個中央下面 南道到東邊的那個 補馬住也去求生 我就寫這段故事 好故事出去了以後 大陸就說 我就說 我讀過你的故事 我就說 喔很好啊 你也就這麼寫 然後他就說 可是我有不嘛 為什麼 欸正成功怎麼是清潘啊 你歷史觀有問題喔 然後我就 他其實是跟我講的 嗯嗯嗯 一個嚇我 他講的其實很激動 他這個 正成功不是清潘 他是光復吧 他是什麼之類的 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沒有跟他都有態度的爭辯 但是我其實心裡面很切心 因為 這就是我做成功的事情 我用我的觀點去重塑一個故事的時候 我就挑寫了這個大陸人的血跡 他就覺得我怎樣怎樣怎樣 可是他可不可以拿我怎樣 不行 當我以前在做國際事務的時候 比如說我去聯合國參加婚禮的時候 或者是我在別的國際場 當大陸人怎麼樣的時候 我就要怎麼樣的 當大陸人就是說 你不能進去你就不能進去 你應該換什麼什麼樣的生物 你就要換什麼樣的生物 可是我在寫歷史的時候 你大陸人氣呼呼的 你能拿著怎麼樣 你覺得是這樣子 我只要不到你那邊出版人 你不讓我出版 我都不到你那邊出版 我可以到別的地方出版人 這觀點就存在 然後這個衝突就存在 這個真意就存在 就會呈現那個歷史 可以爭辯 可以證明你的價值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經驗當中 我發現你這個歷史 建立的出土性的自由度 比我之前做國際的輸入 對我們的男人熱血更高 最後一件事情 要給大家看一個例子 就是在歷史的 我在歷史的研究當中是 我在2011年幫這個 平庸縣獅子里相公所做這個 大歸文王國黃金封印傳奇的 三地動畫的片子 有我們經過這個嗎 有喔 他 呃我們之前聽到的介紹 他其實主要是 他獅子相公所是依據 十七世紀史料 還有那個 後來有一些研究者 比如說排完前的葉神老教授 還有當地的口傳歷史 我重新敘述了一段 當年四七世紀 荷蘭人想要去東部找金化 然後經過那個地方的故事 他用他們自己的官方來解釋 這個外國人到亞洲到西方去找房清 然後跟當地的軍民衝突這個故事到處都有 我下面這個照片只是給大家一個例子 是十五世紀西班牙人在那個 基斯巴尼歐島就是現在海濱 跟林加盟那個小島上面也是這樣的事情 也是有類似的情景 然後呃這部片呢其實他主要 我覺得有趣的是他除了呈現 不同的歷史觀點之外 他挑戰了原來經歷的歷史速度 呈現的是一個主體的建構之外 他整部片只用荷蘭文跟臺灣語 那其實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是因為你回到那個人那個時代 其實是創立的樣子 雖然說這裡面的荷蘭語跟臺灣語 都是現代化的版本 那我的加入我的角色 是不是就是那個荷蘭語的翻譯 配音跟你的荷蘭對話的那個創作這樣子 然後呃這個我給大家看一段 這個故事裡面荷蘭節目 他邀請這個大規模一樣的 就是去一個祖父母他的頭目 去瑞蘭生神去商討說 我們可不可以 呃一起開發那個動物的房間啊 對 然後我當然後來這邊去 看一看 這個要怎麼出去 好 体会和外人共有进行国 当omin之神 им没有从那裡 在币位越南 学院 实力感到 在台湾hoatchet India 山沥湖范 越南 在日本 美国 买渦 密码 يعth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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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一个人他给我五遍 所以我四遍可以收 这个只有18分钟就很难 那我从我前面 从我前面看我原民会的参与 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历史结构上面的参与来看 所有的本聚与点栏目的参与点栏目 所以在从原民会的政治面来看的话 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发誓看见说 台湾的原住民经验其实很多是可以被学习的 而且是外面的人很想到去学习的 我曾经听过马来西亚的官员 他们就觉得我们台湾的原住民身份法 好像特别派人来学习 就最近的例子 有西兰人来到台湾 他们跟我说在纯导了台湾的原住民研究 在看到了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发展 他们其实不太确定有西兰人的政治的发展 是在台湾的前面还是后面 这个都很明显的告诉大家说 是在政策上面我们是 在政策正少在发展上面 我们是很值得用这样的位置去跟人家交流 你可以在交流当中的组织更多学习 所以这国际事务前面的交流也是在里面的 那就历史来看的话 我刚才给大家看了 我在海南来做的几件事情 第一个在海洋历史讲座 人家不知道的你告诉人家 在汉全报 人家以为是怎么样的你告诉人家 就是另外一个观点 那在大规文是一个主题 它是什么去述述自己 应该去述自己的历史 这些都是不同的借口方式 那我这段话呢 是从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 是一个美国的社会学家 就是金斯多文 他一本《老师的谎言》 最近才出版 所以大家还值得去述这个词 他说历史是一个证据跟理性 对真相的交流 我们应该允许不同的观点 来呈现真理 历史要呈现真理 我们才会引导去思考 使用不同的证据跟材料 然后至少去追求 过去的历史的实施 然后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你才会用使各种不同的 跟初级性的情况 那这也是我在历史文旧上面 发现有著名的初级性 跟从国际的层面上面 是可以做这样子的进行 希望我前面分享的东西 今天让大家看到说 我跨越了什么 我跨越了你的展开 我跨越了什么 我跨越了什么 我跨越了我原来的 资源限制不足的偏向 我还跨越了什么 就是我们说我病得多 我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然后做很多不同的尝试 这个其实有一些层面的意义 第一个是个人的层面 那是我身后 我自己的自我习宿 那这就不谈 其后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层面的层面 是你其实丰富了 国际输入可以执行的内向 你住了中国 因为大家就看出这些事情 都可以是吧 那再来是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你其实是开过了新 开过了新的位置 像我从这个位置 跳到这个位置 就要有人比这个位置 所以就有新的机会 其实我现在在做历史研究 我要读很难的荷兰文 西班牙文跟日文 可是我的朋友总织之前有说 我也不应该 就对文字的武器做 我应该要鼓励大家一起跟进去做 我觉得这样子 我的意义的事情 所以就会用旁边这个 印尼安 弥洛克联盟的这个 象征来鼓励大家 因为这个象征是 美国印尼安人 喜欢用毛鸣跟那个剑 来方式象征 一个剑每一者 很多剑 像不怕过很多剑 那就对文字的 从这样一个跨越 跟生命历层 我要回到河南再去历史 为什么那个对我而言之的家 因为我全部告诉你 我在做自己的事情 我在做自己的历史 一定是历史建构的事情 我在寻找还是一个 一定是历史的 如果我在无线里面 像二迷洛克联盟那些香的掌握 看到很兴奋 加就在入 我其实也有类似的经历 这样的生意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心里面的关怀是 我建构的是 我住你的历史 他那个家是大大家 所以那个 那个关怀 是跟我一起在鼓劲当中 所以有的心思 掌握一下 是不太有什么的企图 也就是我以后大概 会注意的事情是这个问题 好 就讲到这里吧 然后就希望 刚才讲 如果真的都不清楚 都不清楚到这里 就是如果有不清楚的 讲话讲得快 有不清楚的 最大的包含 之后可以再看 谢谢 我试着念一下他的名字 Turi Makukau Turi Makukau 你念一下 Turi Makuka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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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欧洲研究硕士 所以他也有这样的一个 学科的一个训练 目前大家可能对他的人 都是非常熟悉 他在原音台新闻部 编译跟主持人 好像有一个 Turi Makuk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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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很熟 那我们现在最知道他的 可能是他参与聯合国 原住民议题常设论坛 简称UNPFII 这一个国家里面的 这个组织上面的一个 纪念工作小组 他是主席 那再次从2020年年开始 在这个上面 他推动许多的事情 也是 我相信是带给你很多 吴起方 好 我们欢迎同学小姐 谢谢 大家晚安 先解释一下 那为什么我装那么浓 哪会这样子 是因为今天刚好有录音 所以今天装就别闹 那就是今天就像刚刚老师讲的 其实我比较想要分享的是 那个前面的历程的部分 可能就是稍微待过 那我比较想要分享就是 这几年去参加 主要是联合国的参与 跟后续的一些 就是因为在联合国的经验 而有的其他国际参与的机会之后 我自己对原住民族事物的一些反思 或者是就是开始更多的困惑 就是可能大家也可以来 一起來思考一起來讨论 看上去熟面 欸 那 那 就稍微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 我的 他名字是红简婷慧 红出妈妈的姓 然后 姓是我爸爸的姓 就是我是 就是 是混血的 自己讲混血 这样好像比较厉害 那 我的原住民的名字是 Duki Ma Dugao Duki是我的阿祖的名字 那Ma Dugao是我的外婆那边的家族名 但是我其实 比较习惯人家叫我 Ginomu 是我的小名 就是是贪吃鬼的意思 那 呃 刚刚老师有帮我介绍 就是我是微教系毕业的 然后后来去 德国的汉堡大学念硕士 然后在 回台湾之后 我有先到立法院 当了一阵子的 原住民立委的助理 就是 然后后来到 师大地理期 当孟明和老师的助理 后来休息了一阵子以后 就 就是要现在来工作 到原民台就当编译 还有去 就是有提示节目 那 主要 我觉得这些就是 好 好 那其实我开始做国际事务 或者是说 一开始的国际参与是 是 我常常在说像我们 每次像 像耶大姐啊 还有我啊 还有萨伊比啊 就我们有几个就是有在做 整个原住民国际事务的人 我们的很多的开头 都是从夏威夷开始的 所以夏威夷可能跟我们 刚好 夏威夷的原住民徒 跟我们也有很多的 共通性 然后也 其实我们 那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夏威这个地方对我 至少对我来说一直有很特殊的意义 那其实我那时候是 那时候台北市原民会有一个 那个 游学的计划 游学的补助 现在 我不知道今年度还有没有 我不知道去年还有啊 今年度我不知道 妈 那时候我就去了夏威夷 可是那时候其实我才 大一 就升大二的学校 那我其实把 就是 恢复原住民族身份 是我十八岁的时候 就是 就是 那时候 一开始其实是我妈很担心 我会考向大学 所以她就问我 要不要改 所以至少你知道 我如果考年好的话 我还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那个 Plan B 一个备案 结果后来 我就为了这句话 我就觉得不甘心 结果我高三那一年 就非常认真的念书 然后就没有用到 我这个身份的加分 但就是 其实 在那之前 其实我一直在 我在部落只有待到 大概三四岁 然后我的 那个念书以后 就到台北来 而且我从小到大其实没有 应该是说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身边有没有原住民的朋友 所以我的同学 为什么我不知道 我只到大一的时候 才交了一个 我一开始就知道 对方是原住民的第一个朋友 那之前都是我 比如说部落的 部落的 亲戚啊 这些的 所以其实在那之前 在我进 其实真正开始思考 我的原住民身份 这件事情是我去了夏威夷之后 因为那时候 畢竟是拿下 就是原住民的 就是原住民的 游学的奖学金 那就会 就会开始思考 像我拿这个奖学金 我是不是 应该要去 多接触 或者是 一方面 你必须要写我说嘛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会开始思考 那时候才真的开始思考 可是其实还是很 很 很茫然 因为就是 我身边都没有这样子的朋友 然后其实我妈妈其实也不太会跟我讲这件事情 因为她 就是上一辈 有上一辈的 担言之隐啊 只能这样讲 但是后来其实我觉得我很幸运 是我到夏威夷之后 我的语言学校的老师 她本身是夏威夷的原住民族人 那她很用心的就是除了在上课之外 她就带我们去 比如说夏威夷的那些 之前那些王朝的博物馆啊 或者是一些 或者是就直接到当地部落的那个餐厅 去跟我们解释说 诶这个什么 我就发现诶 我觉得我在夏威夷吃的食物 就跟我在部落吃的食物很僵 很近 然后就开始 然后听到他们讲话 然后就觉得有一些单字 很恶熟 就是诶 虽然说我也是不太会讲主意 可是就是会觉得好像 蘋果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才真的开始 比较 比较会去思考这些东西 那我后来其实 那时候我还没有真的开始做所谓的 就是原住民的国际事物或什么的 其实我那时候走的是很现在 应该还有在流行吧 就是那个模拟联合国 那 有 怎么样 这是一个世代差异吗 那时候 人很像没有人有听过模拟联合国 其实我那时候很 就刚刚开始台湾在流行 那我们外交系嘛 当然就是 觉得我们一定要参加这样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其实是 就开始做模拟联合国 然后后来真的去了联合国以后 我就觉得我联合国根本就在骗人 就是 根本就没有他 就 也不是骗人啊 他就太过简化了那一切嘛 那就是到了联合国以后 真的去参加联合国以后 我就会发现联合国真的是一个 意图使人观感的 不是那个什么 意识模糊的一个地方 就是比如说像 像UMPFI 每一年是两三千个人在参加 然后你一参一去就是 会期是两个礼拜 那如果你根本就是不知道 他到底在干嘛的话 真的是一件非常恐慌的事情 就可能刚开始就觉得 欸好酷喔 好多人大家都穿着他们的传统服饰 你就会看到很多 不同国家的原住民族人 穿着他们的传统服饰 可是这个酷的感觉 大概在第二天就会消失了 因为你在听他们 讲他们的事情的时候 讲他们的诉求 或讲他们面临的事情 或他们在讨论的时候 很可怕 会有很多超乎想像的 就是说法或是事情 至少对我当时来讲 对当时就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大三 然后对原住民族十五才 刚刚开始有一点点的启蒙 对人权这些 虽然是我说的外交系 等一下人家讲母校的坏话 就是虽然说我是外交系 可是其实我们 在我那个年代啦 很少去提什么 人权啊 人道救援啊 或者是比如说像什么 两宫约啊 那个 消除界行事种族歧视公寓啊 这些东西 我们其实真的 我那个年代一直强调 我不知道现在有 说不定比较好 我那个年代真的是都没有代替 所以其实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觉得很可怕 就是他们都在讲一些 我听不懂的东西 然后 那 就是那时候 刚好有一位随行的记者 他现在在 还在法国念书吧 反正他那时候就是有在 就是有采访我们那时候一起去的 就一起去联合国的那些不同的团 我那时候是跟台湾民主基金会 代主的团一起去的 他那时候就是问了我 就是大家在海报上看到 其实我每一次去演讲 我都会讲这个 就是他那时候就是问了我说 你为什么可以 你现在是以原住民的身份 来梳洗这个会议 但是你为什么可以跟别人说 你是代表台湾的原住民 或者你是一个原住民 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就是觉得 这个姐姐好犀利好可怕 为什么要这样问我 因为真的就是从小到大 你不 不会有人这样子去挑战 或者是去 用这样子的问题的方式来问 然后我后来就是 我到现在都非常感谢他 因为就是因为他那样子问我了 我才真正的开始思考说 当我们 虽然说 比如说我大学联考 或者是高中联考的时候 都是没有 都没有用到这个加分 这件事情 可是我去夏威夷游学 或是我那时候可以到联合国 第一次到联合国参加会 其实也是因为我有这个身份 我才有 可以有想 就是享受这些机会 所以 就 因为他这样子 我才开始 比较去思考 这个身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还有 有了这个身份 我的责任是什么 那后续其实就是 呃 就是一些简单的例子啊 有去余游 有去话 有去实习 然后有到德国 大四的时候去德国交换学生 那比较大的事情就是 呃 也大姐那时候也是我们一起 就是跟着 那个 就是那年跟圆明博 是跟圆明卉一起去联合国的 那一年是第一次联合国就是 拒绝承认台湾的护照 然后那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就是 就是 尤其是念国际政治人 就是那时候就真的觉得 哦 课本上讲的那些是真的 就是 就是那个 受到的刺激 还有就是当面被说 你不是一个国家 这个你的护照没有效用 那种感觉 可是其实我觉得是也是那时候开始 我会去思考 当我们在讲国际原住民族事务的时候 我们的单位到底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现在比如在联合国 它是终又是一个国家间的组织嘛 国家间的政府 政府间的国际组织 所以当然它的单位会是国家 可是原住民族 我们在讲的真的 我们常常在反对的 或者是我们在对抗的对象 不就是这个国家跟政府嘛 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吊诡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联合国我们在谈的是 至少在这个会议里面 我们在谈的是原住民族的权利 可是同时我们又是用现代国家 或者是对很多原住民族人来说 是外来的侵略者 外来的殖民者 这样子的概念 又去匡限住了我们的参与 而且其实不只它能源 我们是因为护照的问题 有些国家原住民族 它是因为比如说 美国就不给它签证 它连进到美国的土地都没有办法 所以它都没有办法参与 甚至像有一年好像是2011年吧 还是就大概那个时候 有一位来自中国的 诶 好像是蒙古族 蒙古族的一位长辈 他是得到联合国有一笔基金 就是有一笔钱 是会补助原住民族 世界各地原住民族人来纽约参加这个会议 他得到了联合国的这笔补助 可是他要出 他要就是从北京的机场飞到纽约的时候 他在北京机场被收押了 他被逮捕收押 原因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他被收押 那这件事情 我们当那一年在联合国有很多的讨论 甚至就是有就是在纽约的蒙古族人 就是在会议上提出这件事情 然后中国官方代表就举牌抗议 然后甚至差一点出动到警卫 把那个蒙古 讲话的蒙古族人就是代理会场 就是你会发现说 其实追根究底 他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国家的限制 这个国家的限制 就是不只在国内 像刚刚叶达姐讲到的 就是其实你如果在政府内部工作 你会有很多的限制 其实同样的东西 他还到国际上来说 你甚至会被其他国家限制 像我有一次也是就是在联合国 我在要在一场座谈会上 我是就是也是语谈人 然后他的那个台报上面 就把我就是写我的名字 然后后面关号写了台湾 然后被男主 结果就被中国的官方代表看到了 代表团看到 然后他们就发了一个声明 然后就是谴责这件事情 然后并且就是透过我们当时合作 合办的那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 就是承办人 把我邀请到了他们那个代表 就是代表团的办公室 然后就是很关心的询问我 那一个场次要讲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我记得我那天讲完 就是那天的那个座谈会 就是爆满的人群 后面满满一片一整排的 那个穿的黑色衣服 然后没看到我这样 哼哼哼的男士 就这样一排 我想说这也是怎样啊 就是其实我觉得后来想他是满好笑的 可是其实那个当下 其实那个心里面的冲击就是 这现在是怎样 为什么会这样子 但是我后来觉得一个正面的思考方法 一直要努力的很正面思考 不然这几年也不知道怎么撑下来的 结果我转换那个思考就是 因为这件事情 其实联合国很多的 不同的单位 还有在里面工作的staff member 他们开始真的注意到 台湾的国际困境是什么 或者是原住民族人的 在国际参与这个 至少在参与联合国上面的困境是什么 也让比较多人开始理解到 就是真的不是他们以为的那么单纯而已 那就可以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个联合国就是这个青年工作小组 那其实我们就是一群年轻人 然后从就是大家很多年轻人都有去参加 这个联合国的上升论坛这个会议 那年轻人有时候在听大人们讲话的时候 总是会有点嗯什么啦 就是那种感觉 然后也会觉得说 这个观点是我们赞成的 可是以年轻人的角度来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多一点 什么样的符合我们想象或是我们需求的做法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就是 其实从PFI2002年第一次招牌开始 就有年轻人这样聚集在一起 那是一直到我参加的那一年2006年 我们比较正式的大家有说 噢我们来组成一个工作小组 那到2008年的时候联合国的就是 呃长生论坛的秘书处还有大会有正式的认可说 我们是一个正式的工作小组 那这让我们就是多了很多的谈判的筹码跟机会 那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真的就是会议室里面 我们就一群人聚集在某个空地 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 找谁可以借场地啊或是哪里可以用啊 我们就是一群人然后就坐在地板上 那就开始讨论那就开始写东西 然后就开始就是开始我们的奇幻旅程 因为有时候我们讲完以后会全场静默 他们就会想说天哪 刚刚那群死小孩到底讲了什么鬼话 就是我们的特...那时候我们在写生命稿的时候 其实有个特色就是我们很直接 直接到会有大...就是我们的长辈来跟我们说 你们是英文不好还是故意的 就是...就是...我就说其实我们...有一个... 那时候我们在讨论就是说 其实我们觉得让大人们在做决策的大人们 特别是这些国家代表或是联合国的各个不同单位的代表 听起来觉得刺耳觉得不舒服 是我们的目标 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绕来绕去讲很多很漂亮的话的时候 反而...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要说的是什么 我们要讲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所以我们后来的原则就是... 很直接的去提出我们觉得应该要怎么做 我们的诉求是什么 还有我们自己想要做的方向到底是什么 免得的话就是...有时候就是我们可能讲了一个很原则性的东西 结果...那个...联合国的决策单位就是自以为说 哦好,那我们这样做应该就符合了吧 结果就弄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出来 所以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状况 我们后来就是很...都走那种比较直接的路线 那其实刚开始我们在做这些...就是在游说的时候 我们都是追着我们的长辈旁 然后追着联合国不同的单位 就跟他说,诶,你看一下这样可不可以啊 或者是...就是有时候我们根本就搞不清楚 到底什么都要去...去那个把我们的声明稿去送交给秘书处 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念 可是到后来就是久了以后大家比较熟悉了 那大家也认识我们之后就变成说是... 会有联合国的不同的单位 他们可能在关心原住民事务 或是在关心青年事务 他们会自己来找我们 来跟我们合作、来跟我们谈 那甚至到后来到2012年的时候 联合国召开了一个叫做 呃...原住民...原住民青年的专家...专家会议 那我们很多Youth Caucus的成员 是被邀请以专家的身份出席这场会议 这对我们来说 那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里程分 因为我们以前因为人都是... 对对对对对,年纪人很重要 那你们坐在那边 那你们有出席好,我们有重视到 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单位或者是... 联合国至少在联国或者是有一些国家... 国家政府的机关或是大型的NGO组织 他们开始会把年轻人当作专家来对待 而不是只是就是...你们有出席就好 我觉得这是...就是... 反过来思考在国内的状况 其实在台湾的状况很多时候是... 对对对,原住民族的参与非常重要 好,我们邀请谁谁谁谁谁? 劣席 然后呢 结果他们就在我们的... 劣席的人面前大...就是... 非常非常高... 大概叫什么? 高谈阔论的讲说 我们要怎么样处理原住民族的土地 怎么样来处理原住民的水 结果我们的族人坐在那边就只是劣席 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 在台湾必须要去努力的就是什么时候 我们的单位在办这些 跟我们切身相关的事务的时候 我们族人是以专家的身份出席的 而不是只是旁听的观察员或是列席的人 那其实这几年后来我大概从零... 前年...大前年,我有点不太记得 我们就是...就觉得说我觉得... 也是因为我回台湾一两年的时间了 开始比较真的认识比较多的 台湾的原住民青年了 我们那时候就有几个就开始讨论说 我们应该要来做一点什么事情 那...所以我们后来就做了一个 就是我们自己群叫做 李马台湾原住民青年团 那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 我们持续的去参与联合国的会议 或者是不同的国际上的行动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联结联合国 或者连结国际到跟国内的原住民青年 所以那时候我们除了去参与联合国会议之外 我们还做了非常多的座谈会 还有校园的分享 像我们这里有几个就是之前校园分享 都有遇到的那个学妹 就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很多人没有办法输过 那我们可以做的是把这些东西带回来 去告诉更多的年轻人说 其实国际是没有那么遥远 只是有点麻烦 就是必须要解决的事情很多嘛 除了语言之外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反... 就是比较...语言这件事情 我觉得反而不是最大的困难 比较大的困难是你到底对你自己可以说的东西 你够不够了解 就是你到底有没有那个意识 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去完整去告诉别人你要说的是什么 因为我发现之前在国外有时候遇到一些年轻人 就是他们的英文很好很会讲 可是讲不出什么 就是可能他的国内的参与是很少的 他对原住民族的真正真实的现况 是没有那么理解的 他可能都是透过网路透过二手的资料看到一些报道 可是他并没有实质的比如说回到自己的部落 或者是实质的去参与现在的很多的议题的讨论或者是行动 所以那这就是我们现在努力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持续的参与国际 可是我们回到台湾 我们很实质的去参与不同的议题的讨论 不同的诉求的推动 还有我们努力的回到自己的部落 去找回自己到底是谁自己的根源 那这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很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到底我们可以说什么 这也是就是这几年的一个很大的思考 就是当我们每次出去 然后可能就说我代表台湾原住民 可是我这几年我真的完全不敢再讲这种话 所以我觉得凭什么啊 我自己会觉得我的观点凭什么代表台湾原住民 我只能说可能说这是我的观察 或者是真的有一份很有代表性的声明 或者是什么很有代表性的诉求 比如说合肥要不要放在原乡 这样子很有代表性很 就是大家比较有共识的诉求 我们才敢直接的说 那其他东西其实我们会非常小心 因为我们不想要塑造一种好像就是 我们讲的就是对的 或是我们讲的就是大家的共识 我觉得这个非常可怕 因为怎么可能 每一个部落都会有不同的思考啊 就连合肥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不想要放在原乡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地方的是希望放在原乡的啊 他们可能有不同的考量 所以我们会对这一点非常的小心 那还有就是关于这个 这个照片大家应该有看过了吧 两三年前的一个照片 对就是最近又开始征选的外交部的那个 叫什么国际青年大使嘛 就是我们希望不要再劳动我们出来开记者会了 连拍两年也是满杯的 对那就是他们那个青年大使就是想要表现 想要表演台湾的原住民文化 然后就做了一个这个不知道在干什么 那这张照片其实是有听过我的分享的 都一定都有看过 这两位年线是来自巴西的原住民的青年 中间那位当年15岁 后面这位就是当年19岁 为什么我喜欢放这张照片 就是他们两个 第一个他们对身上的那个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的清楚 他的那个图腾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花那个图腾 他的羽毛是哪里来的 为什么要那样子 他们都有跟我讲 但是我真的是忘记了 就是透过翻译总之会有点那个不清楚 然后他们的比如说他们的那个项链是怎么做的 是谁给他们的 谁帮他弄的 然后什么 所以他们都很清楚之外 你知道他们那时候 从巴西一路转机到纽约 他们就穿这样 OK 然后有穿个外套 然后好像没有带那个 因为很怕被就是有他们的随行人员 有跟他们说怕会被没收 所以他们的头饰没有带 可是基本他就是这样 然后穿一个外套 他们在纽约的时候也一直这样 然后就是你知道就是一样嘛 你今天如果穿主要走在路上 你就会很大人跟你拍照什么 他们也是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有跟他说 其实你们可以到现场再换啊 因为毕竟就是有点麻烦 你知道一路上然后就是大明星这样子 我们要帮他们开路什么的 他们就说 可是这就是我欸 这就是我的衣服啊 我想要让人家知道我是谁 就是他们是非常理直气壮 然后一个15岁一个19岁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 我在现在开始可以看到 有一些台湾的十几岁的年轻人 开始有这样子的骄傲 跟字就是那种叫什么 就是不会害怕说告诉别人说 就是像我到现在如果在 叫我在台北穿祝福 还是会有点怪怪的 第一个是我不喜欢人家一直这样 欸你要去表演喔 你知道那种感觉很烦 第二个就是我的衣服有点吵 就是这种有铃铛的在后面 其实不管怎样那时候 其实我觉得这个 让我们那时候很严重 就是很审慎的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 当然你去参加国际卫议 或者去参加任何的国际交流 如果那些人知道说 哦你不一样你是比如说原住民欸 或者是你是客家人 他就说那你可不可以表演一下 一定就是 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个无可避免 就像如果我们今天遇到其他国家来的朋友 我们一定会想要跟他说 那你可不可以表演给我们看一下 你们的特色的歌曲啊 或是舞蹈什么的 那我们的思考就是 这件事情 其实有时候是无可避免 而且他其实有时候 如果我们好好的思考 我们要呈现的是什么 他反而是一个很好的外交的手段 但是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 他不是一个表演 比如说我们在做任何的 的唱一首歌或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在传递一个讯息 像很多的歌 我们其实都是有意义都不能乱唱的 那是不是我们今天可以在 在呈现这首歌曲给其他国家人之前 有没有办法好好地告诉别人 这首歌的故事是什么 它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唱这首歌 就是需要去思考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会很小心地去处理这一块 那这个其实是 其实我是想给大家看这张照片 就是这是我们去年大概夏天的时候 去南石建跟他们原住民专班的大学生分享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分小组去讨论 就请他们讲出他自己在部落遇到的事情 或是他在关心的事情 那这是某一个小组 他们的讨论 那个小组大概十个人吧 他们就画一个台湾地图 然后把他们知道的或是他们有在关心 或是自己部落的事情就列出来 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图的时候 就觉得一方面觉得很感慨 一方面又觉得好像有点希望 就是我们的大学生其实是有在关心这些事情 而且是刻意讲得出来说这件事情的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他们想要未来想要做什么 他们为什么关心这些 就是其实你看一个十个人的小组 就可以列出这么多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很多的事件 他也许没有上新闻的版面 他也许没有这么多人知道 可是他都实时在在影响我们族人的生活 那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比起等着别人来解救我们 那我们是不是自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像我们去做工作坊 如果时间够或是分享如果时间够 我们都会请我们的就是 一起來参加工作坊的人 一起來思考说 好你现在讲出了 你部落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你觉得可以怎么做 你可以怎么做 那得到的答案通常都会非常的让人惊讶 就是是真的可以做的 只是我们的年轻人有时候没有这个机会 去好好的思考 去好好的想说要怎么做 或者是去讲出来 那我们现在的就是就是青年团的工作 其实就是希望可以去刺激更多的年轻人 让他们知道说真的不用等别人来告诉我们 你自己就可以开始了 就算是很小很小的事情 就算只是开始回去部落 然后跟你部落的好年龄的人 开始聊这些事情都是一个开始 那这个可能就是就是后来的一些思考啦 就是当我们在做国际事务的时候 或者去不管是参加会议啊 或者什么就是可能都需要去思考这些东西 就是你到底为什么要去 因为我之前遇到太多的人 他们说我为什么小孩 就说不知道我没来过联合国觉得很酷 是蛮酷的啦 但是有没有这其他的 嗯不知道我就先来看看嘛 之后我再决定 嗯好啦也是啦 可能就是家里蛮有钱的 不知道不知道 所以就是会就是像我们 这就是我们因为一直要去思考 不管像我今年联合国已经第九年了 我还是会一直问我自己 我到底花了我这么多的青春 在联合国要干嘛 就是为的是什么 我想要得到达到的目的 我想要得到的是什么 我想要做到的是什么 那还有对整个你要参与的这件事情的理解程度 是必须要去做准备的 不然很有可能 其实不只是参与国际会议啊 就算比如我只是单纯的去游学 也是其实游学这件事情也是可以得到很多事情 它并不只是玩耍欸 像我们妹妹不是刚刚从LA回来吗 对不对 对啊就是其实我相信这个过程 就算只是一两个月 如果你有很多的准备 绝对可以做到非常多的事 那其实后来这个 就是一些观念上的刺激 这几年在观念上的刺激就是 比如说对于权力的论述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台湾真的很习惯这种 比如说他们说喔原住民族那个传统领域 因为还没有公告 所以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认定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喔因为涂海法还没有通过 所以原住民族那个传统领域的权利就是 我没有办法承认 这个思考后面是什么 它其实就在跟我们说我们的权利是被赋予的 是有人给我们的 可是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吗 就是就是当我在接触一些其他国家原住民族 年轻人的时候 他们其实都是非常清楚 他说没有人给我们的权利 这是我们本来就有的 当从这样的思考模式出发的时候 其实对很多的政策 或是对很多的现象的看法 是完全会扭转的 那因为其实为什么我会讲 那时候会思考到这个 就是我当我的权利是被赋予的时候 我当我相信我的权利是被赋予的时候 我也很容易的就会接受福利这件事情 我也很容易就会接受说 喔我现在享有的一切都是福利 可是其实如果反过来思考 就是我们写在这里 就是现在联合国在推的一个 还有很多原住民 就是不同国家原住民族 他们在思考的方向是 第一个这是我本来就有的权利 当我以这样思考的时候就是 每一个人都是权利的拥有者 那每一个拥有资源的单位 不管是国家政府大型的组织 或是社会企业或什么 真的是我对你 我都有我的责任要让你的权利实质的被落实 当这样思考的时候 其实所谓的福利根本就不是福利啊 这个是让我们的权利实质被落实的一个方法 就是你有听到我在说什么吗 就其实是因为我开 就是因为在联合国 接触到这样的思考模式的时候 我就是回过来在思考 台湾不管是政府也好 甚至是一些我们自己的长辈 在讲这些国家政策的时候 他的说法的时候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观点 那另外 另外像那个在受教权跟学习权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说 我原著民族有什么接受教育的权利 我们有我们的教育权 我们现在在国内一直在讲也是原著民族教育权 可是其实教育权某种程度来说还是很被动的 他其实还是有点像是 好我们要这个要这个 但是还是别人去设计的一个框架放到我们身上 还是是被动的 所以像这几年我们在讲的就变成是主动的 应该是我们有学习的权利 学习的权利就是主动来讲就是 不应该是我坐在这里等着你给我一个教育体系 而是我可以自己去告诉你说我要怎么样的教育体系 那请你实践我的学习权 请你协助我落实我的学习权 就是一个相反的思考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 其实也是我最近我在困惑的一个问题 就是女性主义跟原住民的女性主义 有没有不一样 有有人点头 你知道我用这个同样问题喔 去问我们那个台湾的那个姓平 什么行政院姓平委员会喔 的某一位委员的时候他就是暴怒 整个人就不知道为什么生气 我就说他就说你觉得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你告诉我 想说我就是不太清楚我才问你吗 想说你们不是一直在推吗 你们的委员会里面不是也有原住民族的 父女的代表吗 也为什么就是要生气 就其实这个目前为止在国内的讨论是非常少的 那就是这两张图片都是这个 加拿大的这个原住民的年轻的女生他设计的 他在讲其实一个叫做Environmental Violence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体不是无主地 为什么 他们其实现在在就是在加拿大 还有周美奥紐家 现在很很很多的讨论就是女性的身体跟大自然 比如我们常常会讲Mother Earth嘛 或是Pachama嘛 那这个其实他们意思就是说你对身体的暴力 你对女性 欸不是你对环境的暴力还是对女性的暴力 就比如说我今天砍伐了森林 或者是破坏了某个就是原本就是让某个原住民的族群必须要裹钱 其实你伤害到了很多时候也会伤害到那个族群的女性 比如说今天我可能你让我的水源地 我不能在这个原本的水源地拿水的 我要去更远的地方 第一个这是对女性身体的伤害 第一个她要付出更多的劳力 第二个她可能会遇到更多的暴力问题 她可能在这个路途上容易发生意外容易被强暴之类的 或者是说更简单的例子 你在这个土地上放了有害物质 直接可能会受到影响的就是女性在怀孕的时候 可能会生出畸形儿或者是对母体的伤害 就是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的土地 我们现在常常说就是在欧美很常在讲的发现主意 她就说原住民的土地是没有人的土地嘛 所以我发现了她她就是我的 然后女性对很多女性也是这样子的态度 就是讲来说就是没有把原住民女性当人看 那她也就变成她是无主地的一部分的某个生物 所以她们现在很多的讨论是在讲这个东西 然后但其实就是她们在做这个组织她们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 她们除了去告诉别人说你尊重女性的身体 如果你今天尊重女性尊重女性的身体 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你就会去尊重这片土地 就是她会把土地跟女体是连结在一起的 然后她们还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要生几个孩子 我要不要生孩子我要不要有性行为 这都是女性可以自己做的决定 而不是要去被匡限在一些就是不知道怎样的一个架构之下 她们最近那时候就是她们把那个保险套啊用那个珠珠 然后就是怎么讲啊就是就是像这样子就是用串珠 可是她是刺在保险套上然后做成项链 就是一直在她们其实在挑战加拿大的社会 也就是对性这件事情 还有对性自主这件事情的那个接受的程度 我觉得这个很酷 但是就是在台湾讲这个时候大家都 嗯嗯这讲什么 好 那这个也是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一位就是长辈说的一件事 这也是就是我自己很喜欢她一段话 也是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像美国的原住民族人她们喜欢讲的就是7th generation 她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这一代做的决定是什么 你都会影响到7个时代之后 所以你不管做什么决定你必须要去想到的是 对你的孩子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对你的后代子说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像她们也会在讲我们都会说什么 哦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土地 但其实她们现在在推的另外一个思考是 这其实当然还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土地 但更重要的是 是我们的后代子孙借给了我们这片土地让我们来使用 那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还给他们 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 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位 这是一位那个加拿大的原住民族的长辈就是说的话 不管你在做什么 你在那个位置一定有一个意义 那一定要去想到你的后代子孙借 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然后永远记得自己是谁 那这样子的思维模式 其实就跟像是夏威德原住民族人的思维模式 也有类似像这样的说法 就是他们会说比如说 夏威德原住民族人相信肚脐是人的中心 所以他如果用中心点这个字就是肚脐这个字 肚脐是人的中心 那一切我们的头顶是接收我们的祖先 我们的祖灵的一切 就代表了我们的上一代 我们的前面的世代 肚脐这边就是代表的是我们现在这个世代 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 那我们的生殖器呢 其实代表就是我们的下一个世代 未来的孩子、未来的子孙 那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都不需要想想祖先 想想现在这一代 想想我们的未来 我觉得这个思考是就是我一直会 就是现在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都会开始思考的 就是不能只想说我现在要怎么样 我现在要怎么样 其实每一个决定或是每件事情 都会影响到我未来的 就是未来世代的发展 那就是今天大概分享到这里 就好 等于自己尴尬了一下 讲得讲得很清楚 现在的QA时间 刚好拿一下广告 他们两位的经验很不一样 然后今天那个讲的角度也相当不同 大家就是很具体的从 从这个联合国的经验来谈 或者是从跌倒的 刚刚想要说 有很多不同的参与的角度 这都可能 常来从这个历史主 追求历史叙述的一个主体系 就有很多的尝试的方向 欢迎大家 非常感慰多请到这些问题 诶 我也有带你 诶 自家 好 问点先得理 诶 我们时间只高郎vay 因爲她本会都很能讲 超过我们小的时间 因为越大会其实是 我好像比較累 可是我像我們那樣少了 那個你剛剛講的就是 Theminess and 跟Education Theminess and 這個說真的我已經沒有往前講過 可是我的確 我記得很久以前 也不是很久以前 那個包包蜂賴之浩 我是看過阿倫寫的 他是有時候說男生都在忙著家國大業 不是 建國大業 女生在忙著家裡孩子的問問 所以他就 那個時候是我也讓我警覺了 因為對我們而言很多是源泉的議題 可是他看在源泉裡面另外還有性別的議題 所以我有點好奇 你現在帶進來的Education Feminism的重要性 你覺得跟源泉這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因為Education Feminism 這個論述的對象是誰 聽起來不太是原諸 好困難喔 老師你怎麼會這樣 其實我剛剛講我其實也剛剛還在思考這件事情 但是我想到的是說 其實我們當我們一直在講 比如說兩性平權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在想的是我們要的真的是平權嗎 或者是說回歸到我自己北南竹的那個社會 原本的 等一下啊 就原本的社會狀況來看的話 我覺得我們不是平權 我們是分工 就是各自有各自的性別角色 那這個角色之間沒有所謂的誰高誰低這件事情 而是我們當然有各自不同的身體的質量 或是有不同的身體的功能 那可能我們要刻意扮演的角色就會不太一樣 下面按住為什麼女生不能就是通常不會去打力 現在都講了說啊因為巴黎西亞會有詛咒啊 會觸犯禁忌啊什麼什麼的 可是其實我們追根究底的去想 我跟我們的長輩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他們在講的是 因為女生的身體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女生要孕育我們的下一代 孩子是長在女生的身體裡面的 所以如果去打鍊他會有他的風險 沒有了女生我們怎麼會有我們的下一代 就像我們在做很多 在部落裡面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都會說啊女生先不要過來 很多就是譬如說我們祭典要進行之前的一些準備工作 他其實背後的因素其實是在保護女生 是要避免女性的身體受到傷害 那這樣聽起來好像說女性的身體 只有傳宗接代而已 就是可能也會有人這樣有這樣的感覺 可是的確就是延續生命這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另外就是我舉另外一個例子 是就是在這樣的思考裡面啊 就是還有一件事情就是傳統 所謂的我們的傳統概念、傳統文化 裡面是不是好像對他說沒有啊 我們這就是我們的傳統文化 比如說像我參 我去有年去參加在立馬參加一個 就是原住民婦女的一個國際會的時候 就有一位來自肯亞的婦女她就說 她就說她們有一個實踐是 其實在非洲很多人都沒有 就是那個小女生在出京來朝之後 她的父母就會幫她安排一位年紀比較大的男人 說有時候甚至是她自己的哥哥 或是親戚之類的 晚上到她的房間去跟她發生性行為 然後讓她可以準備好去結婚 因為其實在非洲很多的國家 是那個同婚的狀況是很普遍的 那她說就是她們在反對這件事情的時候 波羅裡面甚至很多的女性都會說 這就是我們的傳統 我們傳統就是這樣子的 可是其實她們真的真的在去追根究底 去探究的時候就發現 這個傳統並不是什麼非常古早以前就有的 而是可能從某一個世紀開始有外面大量的資訊 或是大量的外來者進來到這個社會之後 才開始有所謂這樣子的傳統 所以就是其實我覺得 當我們在討論這個女性 就是有助於女性主義的時候 會思考到挑戰到很多的其實是 所謂的傳統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也今天好像很習慣 所有的事情我們都說 喔這就是傳統 這就是什麼文化 可是傳統跟文化其實某種程度來說 都是變動的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東西就是我不知道怎麼去 其實我現在還不太知道 到底可以用怎麼樣的角度去解讀它 或者去把它帶到部落去講這些事情 因為我那時候在 就是我在那個 悲男族有辦一個悲男 悲男族的教育論壇 然後那時候他們就有請我去講 就是 我在國外看到或是學習到刺激到這些關於女性的這些 這些不同的觀點 我講完以後也是大家就是 我就看到很多長輩的表情非常的微妙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就是 其實是蠻有挑戰性的 那就是 其實我剛剛講一個就是 在討論原住民女性主義跟所謂的女性主義的時候 會碰到第一個男人就是到底什麼叫做傳統 這個傳統是不是就影響到了我們對女性或者對性別這件事情的討論 那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是什麼啊 什麼意思 他這個小豆就要忘記了 傳統 等一下我忘記了 等一下小豆在那個 其實你剛剛講到傳統 或者我們用另外一隻做創新的傳統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而且這個問題可能不限 這個觀點不限在性別的概念上面 可能很多面向上都有 都事實上的存在 那因為你最後用加拿大畫家那幾幅圖 讓我變得腦子完全跑到別的地方去 我想我們現在就回來一下 我們回到還是我們的主題 就是原住民觀點的國際接觸 我也不要用國際觀點 因為耶達對於這個國際觀點 會想到又想到不同的地方去 我們就要很單純的一種跨國的接觸 跨國的經驗 那我可不可以請你們兩位 看你們怎麼樣 誰先講都好 就你們的這麼豐富的 不管你們求學 或者屢次的在外面的這種參訪 或者比較長時間關注的某一些議題 這一些經驗裡面 就像剛剛說 悲南族的教育論壇請你去談性別 也許他指定性別 那也許說他們想要 我們今天就開放來說不限性別 你們最想回到部落之後 最想跟部落分享什麼 或者也許我們不要講到那麼具體的一個 某一個部落 而是說你想要對原住民的年輕人 你覺得你學到了什麼 你經驗了什麼 你想要分享的 那另外一個反方向來講 你覺得台灣原住民目前的生存處境 耶達也跟我們說變化很多 2000年憲法徵修等等 基本法這些變了很多 我們不見得跟毛利人處境 以法律上來講不見得那麼大差別 那我們現在在台灣原住民處境 我們有什麼議題想帶出去 讓人家參考或者我們希望別人深淵 這個兩個方法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換你了 換我 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其實我剛才有提到一個原住民的身份法 我們原住民的身份法其實推了很久 那個時候馬來西亞官員來原民會拜訪的時候 剛好接待的就是江義 他其實推身份法推了很久 那我們在這方面討論的說原住民個人是什麼 原住民部落是什麼 那其實他都已經寫得清楚 就代表我們經歷過那個思考的過程 那馬來西亞他們在界定他們的原住民 跟馬來人的時候 或者是還有東國民民 他們是有類似的困境 所以他聽到我們已經想過了 我們還自立法律了 都已經公告了 所以他就覺得這個經驗是非常好 因為這是一個例子啦 我們台灣的經驗這方面也是可以的 那當然權力的那個部分 讓我再補充一下就是 其實我們一開始做國際 原住民的國際事務 是很早可以從1980年代開始 那個時候去做原住民運動的創始 也應該說原住民運動的興起 很多的街頭運動 來強調原住民的權利 那時候有幾大訴求 那其實在那個時候 有一個很大的靈感就是國際的靈感 他們那時候有用一個 台灣原住民的權力宣言 事實上是跟聯合國的那個 原住民權力宣言是大多的 那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就已經開始做國際參與 然後從國際參與裡面學習到 應該是先找到同伴 因為我們都很窮 我們都土地流失 我們都不會教我們自己的職務 然後我們那時候什麼都沒有 1980年代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們就參加國際的活動 然後認識了很多國際的原住民主委夥伴 好 大概20年過後了 我們現在有什麼 我們有原住民主委員會 我只要講原住民主委員會就好了 它是個中間層級的大約 然後它每年有60億的台幣的預算 全世界其他原住民有沒有類似的東西 其實很少啊 你說那個美國的印尼亞的那個局啊 那個事務局其實層級還不到層上正 它的層級比我們低預算也弱 那你說TPK牛立 牛立耶 紐西蘭毛利事務發展部 那它的組織其實也沒有我們的原民會裡面 有補助然後60億的預算 然後不停的再推很多的政策這樣子 我其實對原住民成立到現在的那個事情 是有一點點矛盾的 我不知道它到底是對原住民好還是壞 但事實上我們有這個事情 我們有這個組織 然後我們有這個預算 我們可以做很多事情 這個經驗也是可以跟很多人來分享 而且事實上我們更可以去分享的是 我們去反思喔 你一直在要求一個殖民政府給你一個單位 給你一些錢讓你去發展 這件事情到底對不對 台灣其實是可以去思考這樣的事情 因為我們已經走到這個地步了 所以這個是可以讓人家學習的 回答第二個問題先來 第一個問題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什麼 我不喜歡分享 其實我很多想要讓年輕人 很多想要我覺得身邊的人 可以分享的是 我大概我覺得那個個人生命經驗的跨越 因為很多原住民老實講 我今天這身衣服 老師今天一開始有注意到 其實就這個群體是一個古樓的朋友 他借了 他是一個 他說很傳統的 然後這個項鍊 這個沒有保險套喔 也是他借給我的 然後他是一個71年次比我還年輕 然後一個人帶四個小朋友幫忙 然後他其實 部落裡面我遇到很多這樣的人 然後他們很 他很好跟我分享很多 然後他一直表現出來是他羲目了 因為我有他沒有的自由 我有看過他沒有看過的世界這樣子 那其實我很想跟我的部落的人 或者是這樣的人分享的是說 你可以不用羨慕我 或者說你不用只是羨慕我這件事情 為什麼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我跳過的那個部分是 我其實是本來可以成為那樣的人 就是我的家是很全的 而不是很快樂的 其實我在高中的時候 就應該被嫁出去了 我那時候被嫁出去的時候 其實我就跟現在那個借我裙子等等 所以我就簡單的講 我跟年輕人跟部落的族人分享的是 你看到我做什麼事情 你不是只有生活而已 因為我是從你的環境這樣出來的 然後如果你認識我 你可能就不用說 你會覺得說他可以做到什麼東西 我再分享一個 今年過年的時候 我一個表弟他去澳洲 打工業學他回來 他回來看到我就說 姐 謝謝你 我說什麼 鼓勵我出國 因為他其實是軍人推我 他媽媽氣死了 原住民就是要靠軍人賺錢 他媽媽氣死了 可是因為他年輕 他只有想要追求的事情 姐姐就鼓勵他出國這樣子 然後他就出國了 然後他回來就跟我說 借真的謝謝你 因為我在那邊看到一個 19歲的德國年輕人 他想要當賽車手 他就一個人從德國到澳洲也是蠻遠的 然後呢 就去修車場那邊修車 當我去 然後到處睡醒他 說哇那開車王 你開車贊助我贊助我 他看到他真的找到贊助上 現在在培訓做賽車生 他說一個19歲的德國人 可以這樣做嗎 29歲的台灣原住民不能這樣做嗎 他覺得他心死臺人 所以他回來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借我雖然打工旅遊結束了 但是我要繼續過去 因為我想當飛行員 我要在那邊學英文 然後想辦法考進航空學校 然後類似當軍師 軍師 機師 英文 就是類似這樣的一個例子 我用我個人的例子 然後我 跟 呃 跟我 跟我的演員分享的 然後我自己一看到的 那個樣子 就是最重要的訊息 你不要只是羨慕我 我們會做的事情 你不是做不到 你不是 就是那個性子 不是性子 這是我最想分享的訊息 OK 這樣子的話 謝謝 唉唷 我覺得第一個 就是 我現在也很獨立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 回到我自己的部落 我的回到部落 不是說 逢年過節 或者是 呃 或者是祭典的時候 回到部落去待著 那個 大軍有跟著我 回到我們家 他一 一來第一天就被我派公菜 就是洗鍋子 然後洗葉子 因為他來的時候 當我們在準備祭典 我們要包那個 女生要包那個 我們的阿范 所以他一來就被派公菜 可是我也是花了好幾年的時間 才走到今天 部落的人會說 好 請你來負責包我們祭典的阿范 這件事 那 其實 我 就是這幾年 很密集的 盡量回到部落 就是 不只是人回去 而是回到部落的那個脈絡裡面去 就是青年會的脈絡 我們祭典籌備的脈絡 甚至是 呃 部落會議組織的時候 我也去參與 然後去跟我們的長輩就是 那個 比較大聲一點的溝通 就是 其實我一直在做 就是想要讓我的弟弟妹妹們知道的件事情 就是 很多時候雖然我們是很注重這種就是部落的倫靈或什麼 可是我們有時候是必須去做一些挑戰的 不要覺得不可能會做出任何的改變 就是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就是因為現在的部落 別的部落我不敢講 我自己的部落 其實是受殖民影響非常深的一個部落 因為我們就是很早就被日本人就是設定我們是那個模範翻射 我們還是什麼的 然後我們的部落就在台九線的旁邊 就在通往那個資本溫泉的路邊 所以其實我們受到外面的影響是非常深的 然後我們部落也是 當然原住民除了軍人最多警察之路還有公務員嘛 公務員就是地位特崇高 就是我們現在部落在那個把持部落事務的人幾乎都是公務員員退休 那他們的思考方法就會跟我們現在是有落差的 那我就是希望讓我們的年輕人知道我自己部落的弟弟妹妹會去思考的件事 就是不能全盤的接受大人跟你說什麼 或是長輩說就是這樣子我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你必須要開始去思考為什麼 或是開始去察覺說欸不對啊為什麼是這樣啊 這樣你感覺不太對勁 到有感覺說欸好像不太對勁 倒可以去思考問題出在哪裡 然後下一步就是我可以怎麼樣去解決 那我其實我的方法就是每次回去就是跟他們烤肉啊 跟他們就是喝喝飲料啊 或者是追求我們比較健康 追求我們很流行那個去路跑 就是都會一直跟他們的相處 就算我可能跟他們差了十歲或者是就是好幾歲 然後還有另外就是我開始就是透過像臉書嘛 或者是那個IG我會PO一些東西 他們多多少少有時候會看到 他們會開始想欸解脫這什麼意思啊 為什麼要這樣子我回去都開始 現在開始他們會問我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就是從他們可能原本是真的覺得 不關我的事 我就是好好的念了書 念完書以後找一個好穩定的工作 我就穩穩定定的 可是他們現在開始會去思考 然後開始會問我說欸 你剛剛在部落會的時候 你跟楚晴一樣講那是什麼意思 你剛剛說的那個法條是什麼 他們會開始這樣子的時候我就覺得 啊真的是沒有白費吃那些烤肉增長的那些肥肉 自己明明就愛吃人要怪人家 就是我覺得這是我家很努力要做的事情 然後也是我們到科學就是校園去做工作房 或者是去分享的時候想要讓我們的年輕人知道 就是要開始思考為什麼 像我每次就是因為我有時候講的 今天可能還沒有那麼激進 有時候講的內容是很激進 尤其是我如果講到圓運的過程或什麼時候 我就會看到我們有些年輕人的表情是很 感覺是很不舒服的 對我講的一些觀點或什麼 我都會說我覺得你覺得不舒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就是從開始不要全盤的接受別人跟你講什麼 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但是重點是在於你不能只是說 喔 我不喜歡喔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看到碎眼不能只是這樣 要到下一步是我覺得不舒服的點是什麼 我不想接受你的觀點 我不願我覺得你 我不認同你的觀點的原因是什麼 要去思考的是這個的下一步是什麼 那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第一個問題是台灣的經驗資格 喔 經驗 嗯 其實說真的就是剛剛像姊姊講的那個 我們的法制架構我們的整個發展 其實是非常進步的 是很完整的 這個東西 紙上的東西是很完整的 可是實質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是就是沒有辦法去比較的 可是我覺得我們可以出去講的就是 就是現…我自己現在還是比較會去分享 就是現在我們原住民青年 這一代的原住民青年 怎麼樣在一個已經殖民第三代、第四代的框架之下 可以去挑戰我們的長輩 然後可以去跳脫這樣子的思考 然後去走一個不一樣的原住民權力運動的路線 至少這是現在很多年輕人努力在做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可以其實是 我最近注意都會去跟人家分享 就是年輕人開始去思考不只是別人怎麼做 而是我們自己怎麼做 像我們現在很多的行動像大家有聽過原青鎮嗎? 原青鎮最近也是滿紅的嘛 就做了很多的行動 那他其實很多的行動 他不一定是有得到長輩的 或是大多數長輩的支持 因為他有些觀點可能是很激進的 可是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因為這些激進的觀點 其實就是會去刺激不同的人的思考 不管他的思考面向是什麼 而且我覺得現在呢 我們的原住民青年還有一點就是比較敢去講的 雖然說有時候你就是在網路上會有一些很多的爭辯 比如說像最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說到這件事情 就是成大的那個二手 二手衣物社團 有人說喔我要借原住民的衣服 有沒有人可以借我 然後下面就劈啪超多的討論串 就是在討論說借衣服這件事情到底合不合理 或者是為什麼原住民要很生氣 你要來借我們的衣服 他的討論的也很是非常多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會很希望可以跟更多人分享的事情 就是我們的年輕人開始去思考 開始去組織自己的思考 然後有自己的想法 去重新詮釋 有這個民族權利是什麼 詮釋怎麼樣去告訴別人 我們的文化的尊嚴跟價值在哪裡 大概我們一時想到的是這個 謝謝 沒有人有去就知道 你的電話號碼 我在裡面 我們有十分鐘 大家把握一個機會 剛剛說老人家都應該是休息不做事了 所以我們這個組織青年工作小組 應該在Youth Conference 應該很有經驗 讓年輕人講點話 我真的有代理問你們這樣啊 對啊 有沒有人想要 不敢 自我 我小子 他媽想要拿 我啊 蝦老師可以讓他回來 沒有 沒有沒有 你有沒有送給台大人 喔 有沒有送給台大 確實是江公首的 我不確定如何 對 你有沒有想要交我們Facebook 那我想要請教一下就是 我要回收到你們之前在籌學的階段 那因為我知道現在有些學校都會成立 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嘛 可是相較以前可能沒有這個單位的時候 好可憐喔 你們如果回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在校園 你如果覺得學校可以多給你一些支持 或是一些協助 你覺得學校可以做些什麼 如果 你還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辦活動的時候 不要一直叫原住民學生去表演 好 所以很帥 對 對 是不是你要問說 我在休息覺得 如果有獲得學校什麼的幫助 對 你現在又 對 是你曾經在校園裡面 覺得當時的狀況 好 好啊 在校園裡面 跟學校 學校允許學生成立社會 有點是好事吧 因為這個就是我做 我密實調的第二部分 我的那個講稿 是我的原住民意識系 是在那邊挑選的 我剛剛好像不會相反 他是 不知道 我是本來就知道 可是 因為太熟悉 所以我就沒有去想他 那我是在 排大念書的時候 有個原生代社團 那個社團 那時候是算蠻激烈的 因為 我們說那個原住民運動時期裡面的大將 都是那個社團出來的 我一進去的時候 學生被學長批評他 為什麼 因為我講的 你奴運好 你是外國人嗎 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你什麼都沒有講 你原住民身份 你現在上來陪他 你是靠加分的 可是我後來證明我有那個明明 就是這樣子 因為學長不停的挑戰 你為什麼要當原住民 那你為什麼不思考 你當原住民這件事情 其實我已經跟非原住民相處 已經是悲了 因為老實講 我上來台北 就是 就是旁邊的所有的同學 比如說都出國過 我們完全沒有出國過 你知道在台大外文系 那個壓力是很大的嗎 然後我之前在國中高中 全班英文都是第一名 可是到了台大外文系 我連莎士比亞寫過去的 我們都不知道 我就覺得自己很蠢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是跟非原住民在一起的壓力 然後跟原住民在一起 我一次找到家 可是學長不停的挑戰你 你怎麼不會想你是原住民 你怎麼不會講母語 一定讓我給你那個對身分的挑戰那樣 可是我覺得慶幸的是說 那個大學生活我還好有這個社團 慶幸的是 我也沒有距離這些學長進 因為持續跟他們在一起 持續矛盾的心情跟他們在一起 我才會有意識到說我是原住民 然後我在我的部落文裡面 有一篇有講的一句話 是我畢業的時候 我覺得中歸而言 原住民好像是一個單數字 可是它的意義當然是複數字 如果你身為一個原住民 你可能不能懷疑的是 你的生命也許不是你自己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的事情 是讓我們深刻的去思考原住民 然後之後我才會做國際事務 就是國際事務跟原住民的 歷史建構的工作 所以在大學的時候 我沒有遺憾說學校沒有合作 我反而是感謝學校有給我收 學校 學校 就這題好難喔 上學的時候都沒有認真去上學啊 我感覺到沒有結束 其實大學的時候我也沒有參加社團 就沒有參加原住民的社團 我覺得其實我後來就是開始 可能就是因為去了聯合國 就是開始被逼著要去練習什麼叫 練習看一些法律文件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有在思考 我民進外交系出來的 我為什麼都不認識這些條約 不認識這些用詞 不認識這些概念 所以我現在意思要想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這個東西不只是對原住民學生 喔 一點不要所有的事情都只針對 或是就是我覺得那個 我覺得在學校裡面很多的觀念 不只應該不只是說 喔 這是原住民學生要知道的 其實是大家都應該要知道的 比如說像那個歧視這件事情 或者是 或者是剛剛一直在講的嘛 那個就是性別這件事情的思考 它都不應該只是針對某個特定族群嘛 那對原住民族相關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就是 其實是可以很廣義的去講的 那譬如說像 我們在 我在念書的時候 後來大五的時候 我有上 就是開始上那個 國際法 然後上國際人道法 這些東西的時候 它開始有接觸到一些 跟族群種族相關的討論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 就應該要可以去連結到 國內的原住民族的一些現況 或者是 你講 就是我覺得這樣子的人權教育 它其實是應該要更廣泛的推 就是推行在我們的大學教育 甚至是更小的 我覺得從國中 甚至國小 就應該要開始做人權教育這件事情 就是那個原住民族教育法裡面 有說就是 應該要做 可是它那是說 一些譬如說 非正規教育 其他的輔助 大概比如說什麼部落大學啊 或其他的單位 他們可以去申請資源 去申請錢 來推行人權教育 可是我覺得人權教育這件事情 如果我現在來執考的話 我會覺得 我們的整個教育系統裡面 必須要去做的是這件事情 它不只是對原住民族群的 對原住民族或是任何族群 它其實就是人跟人之間 你都應該要有那個人權的概念啊 就是 我現在大概想到的是這個 就是 其實那就是台大跟政大還可以啊 對對對 還可以只是看有沒有去上課 請問 我有一個好奇就是 因為 有看到你們有翻譯原住民文學嗎 然後我想請問說 因為我自己在認識的過程中 其實原住民有些語言 是沒辦法用漢語 完全去做正確的表達的 甚至都會有這種狀況 那在翻譯再成外語的時候啊 不管是漢語或是原住民語言 這些的翻譯的過程 你們是怎麼樣去解決這些相關的 盡量保持著原意 然後可是 例如說他的詩 可是又 還是能保持像詩的意境 還是就是會 必須要去有所吸 你沒有讀我的部落語 沒有 沒有解釋 就老實說啦 我在一個翻譯計畫裡面 我處理的是短封小書 如果是這個例子的話 我用另外一場 第四屆那個原住民文學論壇裡面 那個吳舒花老師他說的話 可以解釋好了 因為他本身就是翻譯原住民的詩人語詩 他說其實 他在翻詩人的時候 像你說的 他有些印象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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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 他是不得 他不能直接這樣過來 所以他不得不 以一個譯者的身分去介入 嗯 用他的話 多加幾個字 或者是 少了幾個字 這個介入在翻譯裡面是 在他的經驗 翻譯原住民的詩作是無法避免的 這是一個做法 另外一個也就是這次小書 印者群裡面 一個那個CJ Anderson 他是翻譯短篇小書 他的翻法就完全不一樣 他的方法就是完全是按照原文去翻 其實翻出來的英文可能看不懂 因為他就是要中文原住 他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角度 那如果要回到我自己的處理方式 我自己的處理方式 我在翻譯的時候 其實我翻得還蠻好的 是極錢這樣子 就是我 因為我比較融入 因為這個翻譯裡面 在原住民的文學裡面 你除了要看到他的文字內容 你還要看到他的情境 還要看到他的情趣 你如果沒有那個生活的接觸 或是相似的話 你感受不到那個情緒 你可能找不到那個生活的字這樣子 所以我在翻譯的時候 其實對我比較困難的 比如說打獵 女生是這種打獵的 我只有追飛鼠的經驗 跟我爸爸 可是就為其他的都沒有 還有或者是 那個有一些都會的經驗 我們就只要打獵好了 那個其實我翻不出來的時候 其實還是會有省略 或者是說會有轉化的一個 一個現象產生 因為翻譯裡面 它不可能是完全百分之百 和那個相似的說 但是對我而言 我會比較採取那個 CJ Anderson 他的做法 我會以原住文猶生 那我的優勢是在 我對那個情境的那個了解 比較多 我比較能夠感受 所以我能夠用相似的來源 去證明他 做這樣的翻譯 希望沒有回到你的問題 有沒有人要買那個啊 選其他 也是 也是 我講的看其實像 因為我現在工作也是在做 某種程度也是翻譯啦 那可是我們的新聞處理 就比較沒有辦法 是就是可以再去解釋或什麼的 但是我們現在的一個做法就是 我盡量保持 譬如說我們在講 在講我們的巴黎西的時候 我就不會用其他的字 我就會直接打巴黎西 然後括號稍微去解釋他 就對其他國家的新聞 就是我們也會這樣子去處理 因為就像你說的 你說我們的祭司好了 我發現Sharmon我還是覺得不對 可是我可以做 我就是盡量保持他原本的 就是一些重要的詞彙 我會保存他 然後稍微去解釋說 大概是什麼樣的意思 那也讓我的觀眾知道說 喔大概是這樣的角色 可是 就是我期待我的觀眾會知道說 他其實 雖然是類似這樣的角色 但並不完全可以是對等的 對 其實我覺得這就是我們現在 其實很大的一個 其實就是在 也是在逼我們的觀眾 你應該要去學Mama Zahina 是什麼意思啊 像我不知道你們 我在看原明台 原明台現在他如果講到Mama Zahina 他不會再翻頭目 不會再翻什麼領導人 他的我們的那個 那個 他的支撐我們就是放 就是放Mama Zahina 就是逼我們的觀眾去知道說 喔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對 排完什麼的字 對阿 就是如果是排完左啊 喔我還以為說別族都這樣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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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們悲男主 我們的悲男主 我們的悲男主 他就會放Lahan啊 或放Ayawan啊 什麼之類 他就會依照那個族的說法去放 就是逼我們的觀眾 就是試著去認識這些字 其實我們的公明 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的話 其實是豐富台灣的詞彙 對 還有詞彙後面的那個想像 對 而且我覺得我們也有那個能力 也沒有那麼難 對阿 就我就那個紐吉蘭文藝澤 來做一個小狗獸 我在看 我在比較紐吉蘭文文學 跟我們的文學的時候 我們在做 在書寫文學的時候 還是文寫 我們在書寫文學的時候 其實我們還會被想要翻譯 那個原住民文化這件事情的幫助 你知道有些毛利的作家 他們很常 一句話就是毛利語 他也不翻譯 對 單字已經 單字還OK 但是有時候是一句話 我有時候看那個小說說 這是什麼 然後我就要自己去查 然後我就知道了 因為他們其實有滿好的 線上的那個查詞彙點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做法 我們還其實我在 我在觀察我們的原住民作家 跟毛利底家 我們這個方面 還是幾乎想 對 對 我覺得那個特別 像我在翻毛利電視台的新聞稿子 他們也是 翻他們的稿子很辛苦 因為他們都會夾達很多的毛利語 然後我有問過他們的記者 就是你們不怕說別人看不到 他說 他們就要自己去查 為什麼我要告訴他們所有的事情 他們應該要知道啊 我覺得對耶 好驕傲喔 毛利語 對啊 所以我才會說 我現在我翻他們的稿子 我也會盡量 就是保留他的原字 然後 再用中文說 這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覺得那個驕傲 就是從這個都可以看得出來 那寫出的時候 因為他們就覺得 我不能 不能 沒有辦法翻譯嘛 我就用我的字 那你要自己去查 你要自己去理解 自己去理會 對啊 那是驕傲這個厲害 如果台灣英文說叫做這樣寫的話 以後那個翻譯可能出來就會想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 莎士比亞的劇本 它有一個版本是 劇本只有這樣子 下面是這樣的故事 就是這樣子啊 可能出來會變成這樣子 可是還有一個點是 因為台灣英文大部分都沒有語 應該說幾乎沒有語文嘛 對不對 沒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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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除了泰雅 我只知道泰雅有一些基本的符號的文字 這樣子的狀況 那所以變得很多都是羅馬拼音 然後可是像我們的原住民之間的老師 在叫我們唱歌的時候 然後他自己寫的那個羅馬拼音發音 都跟唱出來的不是完全一樣 就是 跟一般的大家的理解 原住民羅馬拼音 有時候也不是完全一樣 對 這個就是問到了我 今年要負責的書寫符號系統的那個解釋 這個 原住民的確是沒有書寫符號系統 可是這個從以前 宣教是進入到剝落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在試著做這個 只是很早就有羅馬拼音 十七、四季那些和來人 都試著已經能引進那些符號 來記錄了原住民的名字 那你要 你現在的問題如果是說 為什麼老師他的符號 跟你覺得發的又不太一樣的話 應該是我們在次第2005年 教育會跟原明會 會寫的那個版本的時候 他就是有一些符號 因為他受限於 那個羅馬符號的系統 他就要用那個系統 然後有些音 就跟那個符號不一樣的情況下 他就會自動指示說 雖然寫這樣 可是要發那樣 所以你要自己理解 我覺得很好奇是說 會不會有因為在 在做翻譯文學的時候 因此遇上一些什麼樣的困難 對 就是因為數學符號 會不會有彼此寫的 你是說要翻成族語的時候嗎 對 族語翻成 翻成 族語 翻成用文嗎 因為不一定都會翻台灣族語 還是 還是這個翻譯文全部都會翻 喔 你說的翻譯文學是從 翻成 用翻成族語嗎 不是 是例如說 如果老師在翻成 從 把達悟族語 然後翻成英文的時候 不會遇到在文上理解 從羅馬拼音這樣理解上 會有一些 不可能 不是 這個事情應該還沒有發生 是因為第一個 我們原住民的書寫裡面 還沒有太多的文言 然後第二個是目前的翻譯計畫 還是大中 還是以漢語文學 原住民出版的漢語文學著作來處理 然後如果你去看那些 原住民的作家 他如果在處理他的主語的時候 就是我剛才聽到的 他還是傾向於翻譯 所以你其實還沒有遇到那個 你說的那個狀況 就是可能達悟族他這樣子 你說CAP好了啦 我順便講喔 然後你可能覺得 因為從你的英文姿勢 但是覺得他應該是死亡事 可是事實上 沒有發生那麼多的現象 就是因為我剛才前面 沒有那個狀況 而且我覺得那個 就這樣不太可能發生 為什麼 你翻譯人員有這麼菜嗎 不會去問那個 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你應該 那個應該是可以解決的問題 不 至少在目前為止 沒有發生 但是原住民的書寫符號系統 其實是很大的問題 今天出來想要再跟助理 這個 這個很麻煩 還有嗎 還有嗎 還有剪輯嗎 也是剪輪跟語言 就是 嗯 怎麼講 有時候原住民的那個 羅馬符號會跟 就是漢人看不懂原住民那個 羅馬符號的時候 那個羅馬證明的符號的時候 我們可能把它翻成漢字的一些 所以就被人騎出來的東西 那你們覺得這個東西 這個 要怎麼去介入 之類的 或是找賣 我現在一直舉不出力 這個感覺 或者是說 以後有沒有可能 有 完全出力的 詩歌之類的東西 這個 這個 這個我很容易回答 因為已經有了 一個布朗祖伯棍 他完全跟布朗祖伯 他完全跟布朗祖創作 呃 其實 如果說 如果說原住民的書寫這個字 被漢人用可能他的 對其他外語的理解 而去 轉譯翻譯他 然後翻譯成 可能不是那個字的原因的話 我們會怎麼樣嗎 我們會 我們不然 隨便你喔 簡單就是那 就要去學嘛 對啊 你就要轉換 轉換那個思考 對啊 就是 因為通常 我覺得 呃 在這個時候 可能大家 對 原住民的 語言 了解 還不是那麼普遍 就是 可能只有特定族群 特定的學生 會去 主動去了解 覺得 一般大眾 不會去 主動去了解 就是他們可能 還沒有那個習慣 對 不過我覺得 原住民的個性嘛 基本上就是哈哈大笑而已 因為其實 各族群 其實各族群的語言 也會有好笑的地方 比如說我們的 什麼是他們的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會好像 我這樣 我這樣 OK 那個就是 泰雅族好了 我從白蘭部落那個蟑螂 是那邊聽到的 他們泰雅族的音跟那個烏來 也是泰雅族對不對 他們的運氣是不一樣 他就有一個泰雅 就復興鄉的 寶標烏來去做客 然後就跟那個 用泰雅語喔 他只是同樣的語言喔 然後就說啊 他的意思是說 喔 他的意思是說 那個 伯父 那個你的樹下面的雞生蛋 他要這樣子 可是因為他的那個 口音不一樣 那個伯父聽起來就很生氣了 因為那個 那個在他的耳裡面聽起來就是 伯父 你的蛋蛋 你的蛋蛋在牢裡面 他就很生氣 你沒有錯 對 這完全一樣的意思 然後這個會怎麼樣 你就要笑一笑就好啦 對 這個我覺得就 對 我就我理解的 有這麼一心的感覺就是 你如果不解我的 因為符號的問題 不解我的意思 那個是你的造成 除非啦 除非我 你想到我 人權的時候 我可以這麼抗承 大陸門是 不在笑笑的一些 我看起來 因為你們出了這一套 翻譯的書 大家對於這翻譯跟語言系統 文字系統 會非常有興趣 可能你們得要準備一次走遍 最後大家會想要知道 怎麼學 對 比方到剛剛媽媽咖喱的 媽媽咖喱 這一些 你知道 到底有的人就聽多了 他怎麼就知道了 對啊 可是可能就像剛剛說的 毛利宇他有獻上的資料 可能這樣要有配套這樣 對 我們的獻上 所以字典很多本子 字典很多本子 但是字典你只有說在7、6、9 對 我們都還要再做很多的努力 可是的確介入語言是 語言語言的方式就是 你不停的去傳講 你那個字口 他主要是包括那個拼音系統 因為現在原木其實有標準化的一套 對 他有 但是 就是要介紹一下 因為教會有教會 對 對 那我們要不要 因為時間已經過了 可不可以兩位各用一分鐘 介紹一下你們的訊息 人家怎麼看你們部落格 或者看你們臉書 有哪一些你們願意開放 願意讓別人猜測的 你們會鼓勵人家猜測哪些活動 關注哪一些 你們在哪邊的方式 有沒有 有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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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 沒有啊 一個是我們在做這個 台灣原住民國際訊息平台 這是最近就是我比較忙一點 就 因為現在原民團就我一個編譯 我是一個人的國際主 所以 比較困難 啊 剛好宣傳一下我在找編譯 那個part time可以 有興趣的快點 真的跟我聯絡一下 那其實這個訊息平台 其實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簡單來說是翻譯啦 翻譯國外的訊息 國外的原住民的訊息 成中文 分享給台灣的那個約定大眾 那也把台灣的訊息翻譯成英文 或是你有其他的語言的專資 就是常才的話 可以翻譯成不同的語言 那我們有臉書的粉絲專頁 然後也有 就是也有類似像部落格的網站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們去粉絲專頁看 就會看到我們最近 因為準備4月要去聯合國了 所以我們最近一直在做 跟聯合國相關的讀書會 下一場是3月7號下午在政大 3月7號 3月15號 3月28號 然後4月11號 應該啦 然後都是在政大 那我們會談到就是 就是在 主要是聯合國跟原住民相關的一些 比如說條約啊 或是現在近期的發展 因為現在聯合國 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現在聯合國 我們有的圓權宣言 圓權宣言 但是它是宣言嘛 所以現在聯合國在討論 要怎麼樣把它變成條約 或是有一個類條約的約束力 那這個就是我們最近會討論的東西 那其他 因為它 呃 我要講什麼 另外 不是不是 Manda台灣是另外一個 對 對 是克州放克州弄的 但是又是另外一個部落格 不過它現在也在做很多就是 就是訊息 不同語言的訊息的那個翻譯跟轉換 對 那其實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大家可以善用語言這件事情去傳遞不同的訊息 可是重點是你的訊息是什麼啦 對 所以像就是我剛剛講如果大家有興趣喔 我覺得就是也可以從 其實我自己很多東西都是從翻譯開始去學習不同的概念 不同的權力的概念也好或是文化的想像 其實就是也是從做翻譯這件事情開始的 所以我覺得是像我最近在看一個有一點最近好像有一點紅的一本書 叫什麼 欸什麼 《了不起的圖》 欸叫什麼 《了不起的圖帕伊亞》 報告有沒有聽過 它就是那時候庫克船長就是在太平洋跑來跑去的時候的 它的那個領航員 對 它是來自大西地的原住民 結果蠻有趣的 可是我在看那些的時候 我就會只是想 它到底原本的用語是什麼 因為一定會比你的翻譯出來的文字還要更有它的那個想像在 所以其實我覺得就是大家可以做一些就是第一個就是 其實網路上有非常多的資源可以去想 去想 甚至是當你比如說看到圓民臺講了一個什麼字或是說一個什麼字 你覺得很奇怪 到底是什麼的時候 其實很多東西 我覺得現在很方便 很多東西都查得到 對啊 那就是重點就是要不要去查這件事 或者是等著給答案 就是這是不同的 對 那如果真的想要比如說多了解原住民啊 或是多了解不同 就是這些東西其實我覺得很多資源 對 嗯 如果你對那個原住民的語言學習有興趣 你可以看那個族語伊樂園 它那個就是原民會委託政大做教材 那個教材其實我今天大概了解一下 嗯 閱讀篇比較偏高之外 其他都是國中跟國小的成績 其實很好 而且它上面很多動畫 我覺得族語伊樂園 所有的教材都在上面 這如果你對原住民族語有興趣 那我個人的話其實我 我有一個部落格 你們如果有興趣 我在上面會寫 我在上面會寫歷史研究的東西 但是也是針對原住民 我是喜歡做 我當然是做那個的 然後再來就是 有一些國際事務上面的參與 我會寫在上面 對 那其實如果 還有另外一個恐怕的部分 是我又寫我的閱讀經驗 大概就是我讀什麼書中的 有我幫助的我都會寫在那裡 因為如果有興趣的話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 如果你想練英文的話 因為我都會英文寫 但是我有 我會看 有時候看我要給哪樣的 哪樣的數學 就是用英文書學對我而言 是一個 我覺得台灣原住民 跟大家講的是 外面很想要知道台灣原住民在學習 他不想再透過漢文 會講英文的漢文來知道 所以你如果會用英文的原住民 就想要用英文 讓更多人知道我們的學習 所以我才會用英文學習 好 大概就這樣子 好 那就謝謝你們兩位 我想時間也過了 我也不需要做結婚 那只是很明顯的兩位的重點 是有一些不一樣 你的重點非常強調是 很多事情是要自己做 我說我會覺得以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原住民知識體系 或者原住民教育 教育內容 地方太無國小 是有幾個地方 是自己在做 我不只等上面給 我想這個觀念 現在是愈來愈多人有 葉達很特別 葉達覺得原住民是一個 這個身分是一個不可避免的一個使命 有一點點悲狀 有一點點心情 可是你另外又打開來 你講的是一個多重 你講的是有很多種可能 我覺得很棒 很活潑 我們謝謝他們兩位 也謝謝各位 好 趕快抓緊時間 今天要問他們什麼搞的 這樣 你就去嘛 但是你要跟人家 但是我就說 當你透過那個機會出去的時候 你就要指示你的代表性是什麼 我就是 不想要接觸這個 那可是 後來是人家找我去的嗎 你就給我全去嗎 我覺得 如果你沒有錢 只要有機會會出來 但是你要先裝備自己 我的機會其實不是 我什麼都沒有做就來 我的機會是因為我做了什麼 給人家看見 人家覺得你實得信任 才有的 對 所以我說我近年民會 都是主任委員叫我去的 主任委員說話 誰敢說笨 他為什麼他會相信我 因為我前面的reputation 已經有出來 所以 只能這樣說吧 那不然 其實我也是 我只是跟原明會出國 一次以後 我就再想讓他們出國 我覺得他們很煩 而且他們認為我就是出門 穿拖鞋都要管 但是 要是我嗎 不是不是 但是 但其實很多資源呢 我覺得就是第一個 就是剛剛姐講的嘛 裝備自己 第一個 我們無可避免的 要學會寫企劃書這件事 無可避免的要學會 推銷自己這件事情 可是你要推銷自己 你也要有東西可以推銷啊 就是 所以其實像我們現在出去 我們都是就是申請不同的單位的經費 但是也要非常的努力去做出一些成績 然後可以很驕傲的說 我們雖然拿你的錢 但是 我還是會批評你 就是雖然我們還是會申請工部門的經費 可是他們 我們在參議的同時 如果說 就是這種批評當然也不是為批評有批評 就是真的會去 會再去提出 對針對政府的一些 痾 建言 就算是我們受邀是在政府的場合 我們也還是會講 因為這就是 就是我剛剛講的嘛 我現在我的觀念就是 為什麼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去跟工部門 我還覺得為什麼我們要這麼麻煩的 做這些申請的程序 因為其實就是工部門的責任 要讓我去實踐我的參與權 這是我的權利 但是其實就講到實際面一點啦 現在有在提供很多的獎學金 或者是這種出國的經費的單位 不外乎就是圓民會嘛 外交部 台灣民主基金會 然後那個現在叫什麼清發署 然後地方的圓民會 就是各縣市政府的圓民會 他們也會有少少的經費 可是如果你有辦法說服大家是會有 那一些民間的 或者是就是大型的基金會 其實也都有 像是什麼 或是國和會 但國和會就是比較做的 就是比較是那個 比較是志工這一種的 然後還有宗教的長老教會啊 其實他們也是有一點錢 然後民進黨 然後還有國民黨不理我們 我現在在躲到完全就覺得你在幹嘛 他不理我們 然後還有什麼單位我們會去接觸的 像有一些大型的那種就是那個 企業的基金會 可是他們就會限制比較多 可能會要求你要做的是比較教育性 他們喜歡做教育性質的東西 對 就是我覺得就是你真的你有東西的時候 其實要找到資源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但是你必須就是 雖然說這個過程就是一個 我為什麼要一直跟別人推銷自己 可是沒辦法嘛 就是貸款這件事也太悲壯了一點 而且貸款又不是不用還的 只是貸款 對啊 可是我一直在跟 像我們出國 我都是在跟我的團員去強調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今天拿的不是政府的錢 雖然是 雖然他今天是從 譬如說外交部的帳戶撥給我們的 可是這是我們自己的錢耶 那我爸爸我自己現在在繳稅 這是我在繳稅的錢耶 那其實我要負責任的對象是 因為他們有繳稅這件事情 而讓我們可以有這筆錢 就是去支付我們的旅費的這些人 可能就是我們自己的爸爸媽媽 我們自己的主人 所以我們必須要非常努力 像我們出國的時候 在我們的網站上都會每一天的參與 與會的日記 然後我們去參加不同的討論的時候 我們也都會有紀錄 然後整個大會的紀錄跟相關的文章什麼 我們都會盡量的去讓他 就是一定要把他紀錄下來 然後讓不同的人看到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我們很努力去不要對不起 我們的納稅人的一個方法 對啊 那我們就謝謝再一次謝謝同學 再繼續帶他去 會不會要再拍我第二個時間很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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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 謝謝 謝謝